委員會主任委員李祥咒及所屬人員 行政院主計總處專門委員曾煥動 主席劉昭及委員釋放 報告事項 一、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決定、確定 二、處理院會交付10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 國軍退出一官兵輔導委員會 提出書面報告後使得動之等二案 一、凍結榮民榮眷生活輔導宣位及座談 662萬9千元之四分之一案 二、凍結對榮民及特定醫療體系之補助 17億4336萬1千元之五分之一案 決定以上二案報告完遵繼續凍結 討論事項 審查國軍退出一官兵輔導委員會主管 財团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105年度預算書案 國軍退出一官兵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李祥咒 及副主任委員劉樹林報告 委員王定宇等13人質詢 均由國軍退出一官兵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李祥咒 副主任委員劉樹林 事業管理處處長楊佳仁 服務照顧處處長林夏婦 退出幾副處處長王德本 舊養養護處副處長立以剛 及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秘書長鄭申志 台北榮民總議院院長張德明等及其答覆 決議一登記質詢在場委員均已發言完畢報告及尋答結束 二委員所提叩頭及書面質詢未及答覆或要求提供之資訊 請國軍退出一官兵輔導委員會於二週內以書面答覆本會各委員並付之本會 委員令指定期限者從其鎖定 三委員呂孫林及徐志榮等二人所提書面質詢 列入記錄刊登公報 四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105年度預算書案審查結果 一工作計畫或方針部分 應依據業務收支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收支部分 收入總額3608萬元兆列 支出總額 原列7552萬7千元 簡列業務支出向下勞務成本值獎金26萬5千元 及退休輔助13萬5千元 業務支出向下其他業務支出之就學補助500萬元 及容眷進修補助100萬元 共計簡列640萬元 其餘均照列 改列為6912萬7千元 本期短處 原列3944萬7千元 簡列640萬元 改列為3304萬7千元 通過決議10項請自行參閱 接續請翻至第8頁第5點 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105年度預算書案審查完峻 審查結果提報院會 院會進行二讀前不需交由黨團協商 院會討論時由王委員定宇做補充說明 臨時提案3案 一國軍退出一官兵輔導委員會設置各農場 系為輔導退出一官兵從事農業產銷 推展休閒農業及觀光油氣事業 以達安置退出一官兵之生活這部目的 唯一退出一官兵願從事上述事業者越來越少 指華東地區該會經營之土地為善加利用 為侯化及善加利用國軍退出一官兵輔導委員會經營的土地 原要求該會應積極配合原住民族委員會 及華東地方政府之需要提供土地外 並應結合民間技術及資金 推展休閒農業及觀光油氣事業 提案人 江啟成 馬文君 呂玉玲 鄭天才 決議照案通過 二 有鑑於目前國軍退出一官兵輔導委員會 所有榮家醫護人力普遍都採委外人力 惡性循環導致幾乎做一兩天就離職 甚至有不肖廠商長期積欠委外人力薪資等情勢 造成榮家救養經營管理上很大的問題 目前專任的護理師人力不足 該會榮家為減少人力成本 將醫護人力改採外包委外經營 導致榮家目前大部分醫護人力淪為派遣工 一方面流動率大 專業性不足 使榮民沒有得到應有的良好照護品質 另外一方面 來應徵的派遣人員待遇也被層層剝削 導致工作意願很低 做沒多久就離職 是惡性循環 敬請國軍退出一官兵輔導委員會 重視救養醫療人力問題 以維護榮民救養之權利 提案人 馬文君 呂玉玲 呂孫玲 劉世芳 江啟成 決議照案通過 三 針對國軍退出一官兵輔導委員會 所屬轉投資公司高達27家 雖該會實質持股未超過50% 非屬國營事業 會將年度預算書送立法院審議 但依其持股均能實質掌控這些轉投資事業 由於其董監事及專業經理人之選任 薪資結構 經營管理績效 屢遭社會各界及本院委員之一 未能落實國會實質監督 政府資本投資事業單位及其經營管理績效 原要求該會因公開揭露 其轉投資公司之股東持股 該會或政府資本透過其他轉投資公司 交叉持股比例 董監事名單 並比照行政院其他部會 就其得實質掌控之事業單位之經營現況 於每會期向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 提出專案報告並被質詢 提案人 王定宇 劉世芳 呂孫林 決議照案通過 以上宣讀 好 謝謝 我們請問在場的委員 我們對於上次會議事錄有錯誤或者是遺漏 若沒有 我們議事錄確定 請醫師人宣讀報告事項 宣讀議事日程報告事項 二 邀請外交部次長 經濟部次長 財政部 財政部次長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副主任委員 國家發展委員會 副主任委員 中央銀行副總裁報告 英國脫歐公投結果 對我外交經貿制影響 挑戰及因應 並被質詢 以上宣讀 我們現在先介紹今天 與會的委員還有官員 委員部分有羅智政委員 王定宇委員 那在各部會列席的報告的官員 首先是外交部政務次長吳志忠 那吳次長他在9點半會前來備詢 目前由張主任秘書先代理 我們張文良主任秘書 那外交部另外有 領務局副局長鍾文正 亞太師副師長林恩貞 亞協副秘書長周學佑 亞非師副師長鄧勝平 歐洲師師長高安 北美師副師長姚金翔 拉美師副師長鄭立成 調法師師長申佩煌 國主師師長徐佩詠 國傳師副師長梁洪生 另外經濟部政務次長沈榮晶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副局長徐大衛 經濟部工業局副局長蕭振榮 經濟部投資處處長連育平 財政部政務次長蘇建榮 財政部國庫署署長阮清華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貴先榮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副副局長 賢薩金融管理委員會副炎 施瓊華 國發會副主任委員 龔明昕 國發會經濟發展處副處長 邱邱瑩 中央銀行副總裁 嚴中大 央行金融業務檢查處處長 胡亞生 央行經濟研究處鄉里 游淑雅 好 以上是我們今天列席的官員 另外補充介紹另外我們蔡思韻委員 也到場 好 接下來我們請各部會 來就今天的專案報告主題先做報告 那因為我們今天涉及的單位比較多 那當然我們本委員會是外交國防 所以外交部這邊我想報告時間 我們也稍微掌握一下不要超過10分鐘 然後其他部會的話我想我們就 口頭報告部分不要超過3分鐘 好不好 那我們先請 外交部張主任秘書就今天的主題做口頭的報告 主席 各位委員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大家早 英國脫歐公投於6月23日舉行 投票結果西遊支持脫歐者勝出 以下請就公投結果未來可能發展 未來可能發展 英國脫歐後的影響評估 主要國家的反應 對我國外交之可能影響 及我國的因應作為 提出報告 盡情指教 英國脫歐公投於英國時間 6月23日辦理完畢 脫歐與留歐支持率分別約為 51.9%及48.1% 英國政府未來依據公投結果 向歐盟理事會正式提出脫歐意向後 根據歐盟理事本條約第50條規定 英國應該在兩年內與歐盟完成退出協定 如果談判沒辦法在限期內完成 延長協商的時程需要所有歐盟會員國同意 預估實際完成的時間可能甚至需要7到10年 第三項 影響英國公投結果的因素 歐盟在面對歐債危機 經濟成長趨緩等內憂 以及難民問題 恐怖攻擊 歐二關係緊張等外在因素下 造成英國及歐盟會員國 移歐派勢力壯大 分析其主要因素為經濟及移民兩項 在經濟方面 儘管各界普遍認為英國脫歐將再來經濟不穩定 不令英國的經濟利益 但是脫歐派陣營主張 脫歐後 英國可以自由與美國及其他新興國家 如中國大陸 印度簽署雙邊貿易協定 因此仍然獲得相當多選民的認同 在移民問題方面 近年來英國每年進移入人口不斷攀升 移民問題日益受到重視 其中中東及北非英國戰爭或者經濟因素 湧入歐洲的大量難民 對於英國的國境安全 社會安全及社會福利 都造成相當大的壓力 第四項 英國脫歐後的影響評估 在英國的對外關係方面 英國扮演跨大西洋橋樑的重要角色 將受到挑戰 公投結果恐將助長蘇格蘭獨立的發展 而在英國與歐盟重新談判新關係的過程當中 冗長的程序也可能衍生未來不確定性 至於經濟方面的影響 英國脫歐之後 對歐盟與英國的經濟之成長 均將產生影響 預測對英國的影響程度會更大 第二大項 對於歐盟的影響 歐盟的政治局勢方面 近年來德國 法國 西班牙 以及若干會員國極左或者極右政黨 陸續在歐洲議會 各國的國會 以及地方選舉中贏得大量的席次 這一次公投的結果 更可能有可能會催化其他會員國 就脫歐或者移歐議題進行勾投 將對未來歐盟政治安定產生影響 其次 對於歐盟統合進程的影響 英國脫歐有可能在不同領域之下 激化目前歐盟雙軌或多軌並進的發展 目前德國 法國等歐盟主要 會員國政府領袖都表示 歐盟未來將與英國維繫 友好緊密的關係及合作 並且強調歐盟將持續團結一致 對於歐洲區域安全的影響 美國及北約都表示 英國留歐有助歐洲地區的區域和平安全 共同對應俄羅斯的威脅 中東及北北動亂以及反恐 英國脫歐之後 短期之內恐難有另外一個歐盟會員國 能夠填補歐洲英國原來的角色 第五項主要國家的反應 其中德國的梅克爾總理 對這樣的結果表示遺憾 但是對於德國未來 仍將以維持歐盟和英國間的 緊密友好關係為目標 法國總統歐蘭德也表示遺憾 但是尊重 除了指出相關脫歐程序 將緊述實施外 也表示將與英國在經濟、人員、文化及國防等領域持續合作 美國方面 歐巴馬總統表示 尊重英國人民的決定 肯定英國及歐盟 與美國在外交、安全及經濟上的合作 並且重申其等未來人是美國不可或缺的夥伴 第六大項 對歐國外交可能性的影響及因應作為 英國脫離歐盟後 原則上 不再受歐盟共同外交及安全政策的激素 可以採取更為獨立的外交立場 英國及歐盟一向支持民主法治 並且尊重人權及自由 英國脫離歐盟 臺英可望在雙方可望在以往各項合作領域基礎上持續推進 其次 英國脫離歐盟 對於我與英國已經簽訂及洽簽中的條約協定 不會造成影響 未來我國也會有機會以英國洽簽原屬於歐盟職權的相關協定 例如經濟合作協定以及雙邊投資協定 其次對於台灣與歐盟關係的影響 英國脫歐也許會削弱歐盟在國際經濟及政治上的影響 就經貿部分英國脫歐談判或將排擠我與我進行BIA談判的人力及支援 外交部除將密切注意外 也將持續推動歐盟與我國洽簽BIA跟ECA 第三項 對於我在歐投資台商的影響 目前有不少電子產業相關台商在中多歐地區投資 由於英國與歐盟未來經貿關係之整體架構及規範仍不明朗 對於中多歐地區台商的影響仍然有待評估 外交部將請我相關住處密切注意未來英國與歐盟協商的情形 協助台商調整因應 此外英國脫歐將不致影響我國人付相關歐洲國家之免簽證待遇 脫歐公投之後除了歐盟六個創始會員國已經在6月25日在柏林會上外 歐盟將於6月28日及29日歐盟高峰會期間排除英國召開會員國領袖非正式會議 就英國脫歐相關細節進行協商 外交部未來將持續以英國及歐盟在各項領域維持密切合作關係 並且密切注意英國脫歐後的相關發展以及對我國的影響妥一應 以上報告敬請各位指教 謝謝 好 謝謝 接下來經濟部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早安大家好 經濟部今天緊就英國脫歐公投結果對我經貿之影響挑戰及因應來報告 英國在6月23日依據公投法舉行脫歐公投 公投結果決定脫歐 那在歐洲理事會主席以及歐盟主委會主席以及歐洲議會主席 在6月24日發表了一個共同聲明表示 歐盟尊重英國脫歐公投的一個結果 期待英國依據歐盟理事本條約第五十條 盡快跟歐盟來展開相關的一個談判 那經濟部綜合我駐歐每個外館以及主要金融機構及國際組織的分析 英國脫歐公投的這個結果 短期主要就是會衝擊金融市場造成股會是大幅的波動不利 英國的經濟發展也會影響歐盟的一個經濟的一個復施 那談到這個雙邊的貿易方面來說的話 首先談到這個貿易現況 2015年台英雙邊貿易而達55.8億美元為我國 這一個佔我國全球貿易總額1.1% 那2015年我國對英國出口是37.8億美元 主要是以資通信產品螺絲樓帽自行車以及車輛零組件等等為主 那佔我國總出口額1.35% 那我對英進口大概有18億美元 主要的是醫藥製劑、小客車以及機械設備等還有醫療器材為主 佔我進口總額0.79% 那英國脫歐對我貿易的一個影響 短期因不至大幅影響台英雙邊的一個貿易 那英國佔我出口總額僅1.35% 對我國整體出口衝擊有限 那對我國出口英國的商品及服務呢 目前將佔無影響 那在中長期的部分 可能對我國出口貿易產生衝擊 因為英國脫歐以後產生股會數衝擊 將影響英國的內息以及歐盟 甚至於美、中、日等全球的經濟 進而影響我國出口的表現 所以中長期的影響對我國貿易呢 會影響我們的貿易的一個表現 那未來的話長期的經濟走勢 南希關注英國跟歐盟之後的一個後續談判 那談到這個雙邊投資方面來說的話 英商來台投資呢整個大概是有79.56億美元 主要就是金融保險、批發零售、化學品跟資通信等 那我商負英投資呢是29.42億 主要是不動產金融保險運輸工具跟資通信產品 那整個脫歐以後對我投資的一個影響 英商來台投資的影響呢 主要他是以金融保險業佔投資總額9成 所以脫歐以後呢它會貶值 可能使英商來台投資規模會下滑 但是呢歐商來台主要是看上了一個整個亞洲的一個市場的商機 所以對我們近期難有投資的一個意願 那對於這個台商負英投資的一個影響來說的話 那最主要呢我們台商在那邊最主要是設立歐洲總部為所選在英國 那台商可能會考以轉移或分散營營的一個地點 那在不動產跟金融業來說的話 短期因為受到匯率波動的衝擊影響不大 中長期的話難以在可控制的一個範圍內 那產業合作方面來說的話 英棒跟歐元貶值以後 向英國跟歐盟各國取得的我國所惜的技術的成本相對是低 所以呢本部呢將會協助我業者跟英國跟歐商進行技術移轉跟研發合作 然後呢是在我國國內或者其他地基來投資生產 來刺成我國跟歐洲先進國家的技術鏈結來分散我投資的一個市場 那對產業的衝擊來說的話 整個資通信產業來說的話 短期呢是穩健操作策略 中長期將著手進行產品創新跟強化品牌的策略 鋼鐵的部分短期影響不大 那車輛跟零組件來說的話 短期內呢將整體銷售會下滑 但中長期可能還在這個歐盟新設祭典 那機械設備業來說的話 暫如明顯影響 那本部的一個因應作為來說的話 在貿易政策方面來說的話 將加強跟英國跟歐盟來對話 並前面來深化台英跟歐盟的一個關係 台歐盟的關係 那整個英國脫歐公投以後 西再跟歐盟重新來談判 他界定原來的這些所謂的在共同市場架構下的貨品服務等等 也因此從獲對外貿易政策的指導權 那英國呢雖然我國出口不大 但是歐盟是我國第四大出口的一個市場 所以經濟部呢將持續強化雙邊貿易動能 來推動深化台灣的一個經貿關係 那整個在貿易投資來說的話 將保握我國對 將保握呢 對我國廠商可公平競爭的一個機會 可以看得出來英國脫歐以後 江蘇我國產品跟服務業 在跟南韓公平競爭的一個新局面 那同時也利用這個機會呢 來分散出口市場 例如東協跟南亞跟土耳其等新興的一個市場 那在產業合作方面來說的話 將積極爭取在英的外商來台投資 那可這種機會呢 來爭取在英的跨國企業來台投資 跟擴大在台的一個投資計畫 比如說像我們現在推動的五大創新產業 跟再生能源跟生衣製藥 那在產業合作方面來說的話 我們跟英國跟歐盟的合作機會 將會持續 尤其在這個所謂離岸風力方面來說的話 那英國認為既有產業優勢 也符合現在呢 新政府的一個政策需要 所以綜合以上呢 英國公投決定脫歐以後 預期未來兩年將依據 歐盟里斯本條約第五十條 跟歐盟展開相關的一個談判 那經濟部呢 將密切注意 後續跟英國與歐盟之間的一個談判呢 對我們的一個影響 作為妥善因應 並持續推動台英跟歐盟的一個產業合作 以上報告盡情指教 謝謝 好 謝謝次長 接下來請國發會副主委 下一位我們請金管會 主席 各位委員先請大家早 那以下就是由國發會來警救於英國脫歐對我國經貿影響及政府因應對策 這個則要向各位來做報告 那依據初步的評估上來看 第一個就是 英國脫歐將引發這個經濟的衰退 全球成長可能更為緩慢 那現在有一些的預測機構大概預估出來 就是英國脫歐以後會使得英國的GDP減少 大致到是2016年大概事實上是0.2到0.8個百分點 但是到2017年有可能它的這個衰退幅度會稍微增加 那除此之外也會造成其他的歐盟的成員國呢 也會在GDP做有一些損失 比如說在2018年以後可能會損失到0.5個百分點 所以它的這個效應有可能剛開始的情況之下是微小的 但是透過一些延伸性的效果有可能會慢慢的放大 但是這個就是初步的評估了 那第二個就是說 英國脫歐對我國短期來講的話 可能會造成一些金融性的干擾 不過初步看起來禮拜五到今天的禮拜六 這個影響是有的 但是畢竟還是有限 那對我們來講的話 禮拜五的股市大概影響是2點多個百分點 在全世界來講算是微小的 那今天開盤看起來也還好 全世界日本的股市也開始反彈 所以它在金融面的影響雖然有 但是它的這個效應是逐漸在淡化 但是對於實體面的影響對出口 我們認為仍然是有可能會有一些影響 我們還是要妥善的因應跟注意 那雖然我們台英之間的貿易 雖然佔我們的出口只有1.35 那當然也有可能是透過歐盟的一些間接性影響 還是會有一些影響 所以我們還是會有一些妥善的注意 那因此呢 我們就因此就政府的因應對策來講 就分成兩個層面 第一個大概是金融市場的穩定的部分 那我想這個包括金管會等等 他們已經有相關措施了 這個部分我就不強調 那第二項來講的話 就是因為在出口貿易上來講 可能會受到影響的部分 那接下來政府的部分 可能在於內需跟投資的方面 可能要更為重視 所以就國發業業務上來講的話 為了降低這個英國偷對我國出面 出口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 那我們可能政府必須致力於 對外的這個經貿的多元性 避免過度依賴單一市場 並積極加快今年的這個公共預算的落實 還有提振國內的這個投資的意願 那詳細的做法來講的話 以下就向各位委員做個報告 第一個大概就是說 落實既定的這個財政政策 那今年的這個公共建設的投資 跟科具預算來講的話 相對去年已經編列的部分 是有一些成長的 公共建設的部分 大概成長了10%左右 那科具預算成長了3.8% 那我們希望就是說 這邊的預算能夠盡快的 而且可以落實 那第二個就是推動 既有的這些產業政策 包括這個五道創新產業 跟其他的相關 產業的一些發展跟聚落的行程 那第三個就是說 國外規劃成立 產業創新轉型基金 那規模大概現在 現在框定的是大概1000億左右 那希望跟民間的資金 共同以股權投資的方式 參與企業創新轉型所辦理的募資 包括可能的合併啦 收購啦 分割啦 或再造等等 那發揮這個資金槓桿的效用 跟陳述的效應 那希望 因此可以誘發民間的資金 共同去參與產業的一些投資 跟促進這個產業的發展 那第四個就是規劃成立一個 國家級的投資貿易公司 那初步的規劃金額大概是100億 那這個公司呢 它將扮演著尋找開創整合跟促進 投資貿易的平台的這個角色 那以鏈結國際協助企業進逐全球市場 那提升對外經貿的格局跟多元性 那最後一個是成立 現在已經成立了 跨部會促進投資小組 那希望這個小組呢 可以主動拜訪 國內的企業讓產業的政策 跟企業的投資緊密的結合 那並主動的發掘 國內的新的投資機會 了解業者對政府的期待 那積極協助民間投資計畫 得以落實執行 以上報告 敬請指教 好 謝謝副主委 下一位我們請警管會的副主委 主席 各位委員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大家好 今天貴委員會邀請提出報告 深感榮幸 以下請就對英國脫歐 對我國金融業的影響 及金管會因應措施提出報告 盡情指教 一 對我國金融業的影響 一 我國金融業對英國 曝險的情形 銀行業方面 截至105年4月底止 39家本國銀行 對英國的受信 及投資總曝險為 新台幣1455億元 佔本國銀行總資產比率0.329% 風險 尚在可控制範圍內 二 證券業方面 截至105年5月底止 證券期貨業對英國的曝險部位 佔整體證券期貨業 禁止約2.44% 另外 國人透過投信基金 及境外基金持有之 英國曝險部位 分別為 佔其基金禁止 0.84% 與5.07% 影響也不大 在保險業方面 截至105年4月底止 保險業 對英國的整體投資 若以英鎊資產部位計 約1229億元 佔國外投資部位約1.1% 相關金額 均在可控制範圍 目前保險業資金 投資英國的不動產金額 合計650億元 受英國脫歐議題影響 也屬有限 二 關於我國金融業 在英國設立分支機構的情形 目前銀行業 在英國設有五家分行 經營業務 性質單純 資產也多於美元計價 影響有限 證券業 只有永豐金證券一家 英國脫歐對其業務也不自有太大影響 二 金管會 金管會 密切注意股市的變化 嚴提 因應措施 跨虎一 6月24日股市 受到英國脫歐公投的影響 那股市有跌幅2.3% 其他請參與 書面報告 跨虎二 也請各位參與書面報告 跨虎三 請各位參與書面報告 跨虎四 英國公投的結果 為國際性的重大政治金融事件 台股短期的走勢 可能隨國際主要股市 對該事件的反應而聯動 目前 外資佔台股集中市場的成交量 約三成 持股市值 約佔39% 累積淨匯入 約2026億美元 跨虎五 金管會 將密切注意 該重大事件 是否牽動國際資金移動 及國內外投資人進出台股情形 必要時 將採行相關的應變措施 二 金管會針對金融機構海外投資 所設風險 已經定有相關的規範 在銀行業部分 已經規範本國銀行 投資外部有價證券的曝險部位 並要求銀行定期提供相關報表 檢視銀行海外投資風險 保險業部分 已就保險業從事國外股票 公司債等有價證券 不動產及保險相關事業等投資 明定投資項目限額投資的資格條件 等應遵循事項 目前保險業外匯價格變動準備金 已經累積約549億元 所以此波英辦匯率波動 對保險公司的影響因數有限 三 結與英國脫離歐盟屬非經濟影響因素 金管會已經專案注意 並了解其他主要經濟國家的因應情形 相信歐盟 美國及日本等世界各主要經濟國家 與英國政府均將採行相關配套因應措施 以減少脫歐對全球經濟的影響 金管會也將持續維持金融市場穩定 協助國內金融機構 也將持續與財政部 中央銀行及相關機關密切聯繫 針對英國脫歐對我國金融市場 可能產生的影響 適當的時候採取適當的因應措施 以上報告 敬請各位委員指教 謝謝 好 謝謝副主委 下一位我們財政部次長 我們也是盡量剪短 來 那個外交部次長請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大家早安 今天成門貴委員會會議就英國脫歐公投結果 對我外交經貿的影響挑戰及應應提出報告 自感榮幸 財政部目前是監辦國家金融安定基金管理委員會的會晤 以下請就國安基金管理委員會對英國脫歐的事件提出幾點說明 首先要說明的是國安基金設立的目的是 為因應國內外重大事件以維持資本市場及金融市場穩定 確保國家安定而設立的 那麼依據國安基金管理條例第八條的規定 國內外重大事件國際資金移動 顯著影響民眾的信心 導致資本市場及其他金融市場有失序或損及國家安定之一的時候 那麼德軍委員會捷運的應用資金辦理進場操作事宜 那麼就目前英國脫歐的情況來看 我們底下做了這個疫情效應的評估 第一個英國脫歐公投的結果在6月24號公佈以後 那麼各界疫情將引發短期的金融市場震盪 那麼在當天雅股股市前面收黑 那麼台灣集中市場主市收盤是8476.99點 下跌了199.69點 跌幅市2.30% 那麼相較於日本的跌幅還有7.92 韓國的跌幅3.09 香港的跌幅2.92 以及後續在禮拜六歐美盤的跌幅來看 台股跌幅是相對比較輕的 而且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台股的24號的成交量 是從大概七八百億擴大到1216億 在這種情況下顯見它承接的力道是相當強的 那麼英國脫歐公投議題 事實上在105年初就已經發酵了 那麼各國的研究機構經濟機構都有相對應的評估跟它的因應計畫 那麼考量我們對英國出口僅佔總出口的1.35% 那麼對整體出口的影響不大 但是因為國際股市會是資金連動 短期內對我國股市還有會是所造成的影響是不可避免的 那麼國安基金對於這樣一個情況 我們會後續持續觀察 那麼這種這個6月24號台股及雅股下跌的一個情況 事實上是投資人對於公投結果的一種反應 那麼國安基金也將密切注意後續股市波動 以及它的波動的幅度 以及對台灣股市的影響及後續發展 同時也會跟中央行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還有四大基金就投相關的這個事件 穩定國內的貨幣金融市場 採取必要的措施 達成穩定國內股市及安定金融市場的任務 以上簡單的報告謝謝 好 謝謝我們的次長 下一位請央行的副總裁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早安 我再想為了節省重複的報告部分 我就請大家直接翻到第六 第六部分我們報告一下我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第一點我們初步認為英國脫歐對我國經濟的直接衝擊有限 唯可能透過全球貿易及金融等外衣效果 間接影響到國內的經濟及金融 第二點我們想說的是說 本國銀行其實對英國的曝險金額並不是那麼的高 第三點我們看到我們的國內的外匯市場裡面的 英辦的交易量它存款都非常的低 英辦波動對交易的影響應該是屬於有限 然後第四點我們想說的是說 有關本漢的因應措施方面 本漢將密切注意英國脫歐後續的發展情形 並致力於維持國內金融市場的穩定 以上簡道內報告謝謝委員 好 謝謝 我們的口頭報告到這邊 接下來我們尋答開始 原例我們今天因為這個部位比較多 然後登記的也比較多 所以我們本委員會是8加2分鐘 非本委員會6加2分鐘 10點半截止發言登記 現在尋答開始 我們請第一位登記發言的蔡適應委員諮詢 主席好 那個主席我能不能首先先請我們的這個 財政部的次長 先請他就貝巡台 財政部次長 蘇次長 請貝巡 還有我們的金融建立委員會的副主委 金管會貴副主委 還有我們的央行 央行副總裁 好 請貝巡 好 我想先請教一下我們三位次長 今天股票目前漲還跌 目前小跌 小跌 小跌 看起來趨勢收盤會漲還跌 目前還不能預測 不能預測嗎 你現在看9點開盤到現在的趨勢是往上還往下 我收到的資訊是開盤是漲12點 目前是小跌 現在小跌 開盤漲12點目前小跌 我現在看趨勢好像小跌後之後往上 為什麼我問你說結束之後是漲或跌 就看三位了 你們三位要不要先講一下 對台灣的金融有沒有信心 來 第一位先說我們的 跟蔡委員報告 蔡啦 我姓蔡 不是姓蔡 名字都講錯 蔡委員 蔡委員 跟蔡委員報告 我們這個目前台灣的上市櫃公司 它的基本面都非常良好 所以有信心就對了 蔡委員 非常有信心 好 有信心 第二位咧 有沒有信心 我當然有信心 有信心齁 那我們第三位 我想我們央行經常處理類似的事件 所以我們非常有信心 沒問題 所以國安基金今天要不要進場 看起來狀況還OK齁 我們後續再評估 後續繼續評估 不要講得那麼快就對了 好 三位先請回座 來 再來我請我們的外交部 我們的次長 吳次長 請貝群 來 市長不好意思齁 在這個正式就這個議題質詢先 我想先請你說明一下齁 我們其實在前兩天有個更重要的事情 就是南非的一個大暴動嘛對不對 是 為什麼要特別提出來原因是因為 南非是我們台商 在非洲最多的一個集合的區域齁 就你了解目前有多少的台灣人在南非 有曉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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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人 那個情勢 所以最重要是怎麼樣 暴動並沒有波及我們的僑胞 所以我們現在 我們不能輕忽啦 但是我們就是密切注意這個情形 然後應該是會將那個 那個等級列為比較 我看你們列為黃色等級嗎 對不對 黃色等級 好 那在南非台灣的僑眠 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馬上聯絡我們的駐南非代表處 有沒有問題 應該 南非代表處的電話有24小時都開放了 有 你要不要把這個電話再唸一次 跟大家知道一下 曉得嗎 也不知道 所以感覺想要 報告委員 其實那個他只要打我們外交部的這個電話 直接我們就會處理就可以 因為我們當初考量就是說 外交部電話是幾號 2348 2999 總計就可以了 那是台灣人打 如果在南非的人 他就要先打回台灣再轉嗎 不是吧 不是 他只要 我沒有背起來 不好意思委員 但是就是說他當時打就可以 我的意思是說 請我們駐南非的代表處 盡速幫這個聯絡的資訊 讓所有在南非的我們的僑眠都能夠窒息 我想這是我們應該做的事情 第一步 好不好 OK 接下來 我們要講這個英國公投 我想問一下次長 你有在英國待過嗎 我沒有在英國住過 但是有去旅行過 好 那我想請教一下 我們外交部的哪一位官員 歐洲司司長 高司長 您有在英國待過嗎 我沒有派駐 但是我在任務的時候 短期出差都有去過 那我們 調法師或國祖師或國傳師 有在英國待過嗎 都沒有 都沒有人在英國待過 好 沒關係 我想請教一下 這個英國地圖大家都知道嘛 這個 蘇格蘭 英格蘭 北愛爾蘭 威爾斯 我們在前陣子 蘇格蘭曾經辦過一場獨立公投 我想外交部也了解這整個的狀況嘛 這個沒有問題 好 那 這是這一次的投票結果 我想 全國的人民包括全世界都很注意到 我想問一下次長 有三個地方 投票的結果跟英國的主流結果不一樣 是哪三個地方 蘇格蘭 然後應該是威爾斯 還有倫敦 我更正修正一下 蘇格蘭 北愛爾蘭跟大倫敦地區 我功課做得比你還熟 這三個地方裡面很有趣 蘇格蘭跟北愛爾蘭 長期以來都有分離主義的問題 對不對 那 我目前有聽到一個消息 但我不確定 因為媒體問我我也有這樣講 搞不好蘇格蘭要另外再辦第二次公投 他要公投什麼呢 獨立於UK加入EU啊 這句話什麼意思 就是 蘇格蘭當然要追求獨立嘛 然後再以 再 這 好 這個是一個很tricky的問題 就是說 那獨立出來之後 基本上可以脫離歐盟 然後再重新申請加入歐盟 所以意思是說 蘇格蘭希望從英國脫離 然後蘇格蘭希望能夠加入歐盟嘛 所以證明公投可不可怕 看起來他們對公投玩得很高興耶 公投是民主國家正常程序之一 所以 政治上的結果 我們的公投 事實上就是民主國家正常的程序嘛 所以即便是未來 台灣有舉辦相關的公投 其實也不用太擔心嘛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想法 那 蘇格蘭嘛 英國退出 歐盟的這樣的一個公投有沒有 它是經濟事務為主 還是政治事務為主 就次長你的觀察 應該是兩個都有啦 政治 政治當然英國一直認為 他加入歐盟之後 其實他在外交政策上 他沒辦法獨立 都要聽命於歐盟 所以他們覺得歐盟基本上是不民主的 那經濟事務 政治還要再加個移民問題 這大家都知道的 那經濟事務其實有包含 有包含目前英國的經濟問題 但是很重要一點 英國一直認為 他們分攤 因為加入歐盟 事實上是要分攤經費的 也就是他們繳的錢太多了 然後他們回饋的太少了 所以這些都是因素之一 好 謝謝次長 所以我想次長 剛剛有聽到你講的 就你們來觀察 在歐美的民主國家裡面 公投是他們 本來就賦予他們的權利跟責任 所以我想這是沒有問題的 好 所以我們也尊重歐盟 那我想要拜託我們的代表處 剛剛我們幾位委員有提到 這個事情發生之後 我們的住英代表處 在愛丁堡跟在倫敦的代表處 有沒有去訪查他們相關的政界決策官員 去訪問了沒有 應該還沒有吧 剛剛公投完結束而已 報告委員 其實在公投之前 我就有下指令 請我們的住處去做這個方面 那麻煩就這個部分能夠盡速 就你們第一線去訪查的結果 然後把資料匯資本會 好不好 OK 那第一個 好 再接下來我來邀請我們的 一樣齁 我們的經濟部 還有我們的財政部經監會 國發會中央銀行 我們的副主管 你們請上台 是我們相關部會的這個 次長跟副主委 好不好 我想請問一下第一個問題 好 謝謝齁 那種時間有限齁 這個 英國脫離歐盟之後啊 短期來講 如果假設已經脫離 就因為它有一個談判期嘛 脫離完之後 這個 世界上 它英國的這個關稅啊 是不是會增加 就是其他國家輸到英國的關稅 這個是誰負責的 我們的了解 大概從這個 過去我們在評估來說的話呢 我們過去它是一個單一市場 然後現在脫離以後 透過兩年它跟歐盟談完了以後 後面我們還要再跟英國再單獨來談判 對 所以這個不是只有台灣對英國 全世界對英國都要另外再單獨談判嘛 對 對 對 所以到目前來講 台灣對於英國有沒有什麼的優惠的貿易FTA 有沒有 這部分還沒有 沒有嘛 那我們台灣對歐盟有沒有優惠的FTA 都還沒有 都還沒有嘛 那目前的實在國家裡面 如果跟歐盟談好FTA的國家 沒有跟英國談 他們是勢必未來要重新跟英國談FTA 現在我們是希望 我說其他國家是不是也是如此 對 沒錯嘛 所以對目前來講 這幾年成對台灣來講 是不是相對於如果未來其他國家 都沒有跟英國有FTA的話 那對於台灣的整個對英國的貿易來講 是不是短期內對我們是有幫助的 現在來說的話呢 等於是等於給一個所謂談判新的自主權的機會 對 就是自主權嘛 所以我們政府必須要把握這件事情 為什麼要這樣講 我們對英的貿易 我們是順差還是逆差 大概對英來說的話呢 我們出口來說的話是37.8億 然後進口18億 所以是順差 順差19億卓益嘛 18億19億嘛 所以在這邊 我認為是一個很好的機會點 當英國脫離歐盟之後 如果各國都必須要跟英國 重新來談判關稅的議題的話 那我覺得台灣有很好的一個機會 所以第一個我要求我們的政府 在這幾年內 是不是有可能 對我們要把握這個機會 擴大我們對英國的進出口貿易 是不是如此 我們就是也跟產業界在談 我們會好好把握處理 好 所以你什麼時候要談 大概我們就要先透過我們代表處 再去跟他們安排 不是 跟產業界呢 跟我們的產業界 鼓勵產業界到英國的貿易吧 這個部分呢 剛剛我也提到 就是因為日幣跟歐盈可能相對會貶值 那貶值的話呢 我們就會去找一些技術的項目 然後呢 透過這樣取得成本比較低的時候 我們去取得它的技術 對那是技術的問題 那取得技術 就是我講的 取得技術完了以後 我們就回來國內或者在其他地方來 那貿易順差的部分有沒有可能來加強擴大 這個有機會 貿易順差有擴大 那你要怎麼做 那我們可能會跟產業界再來談 所以你什麼 那先產品項目 我要求次長 有沒有可能在近期內 我們召集一個產業界的一個論壇 來說明目前整個英國脫歐之後 對我們產業的一個優勢如何來把握 有沒有可能 有可能 好 什麼時候來開 多久以前開完 因為跟委員報告 我們在禮拜五發生後 禮拜五晚上我們就啟動了 然後跟所有的產業主 去跟所屬的產業公會呢 就了解他們的問題 對啊 所以這是了解嘛 但我知道你還有一個正式的談 不然你只是嘴巴說不准 正式的開 我希望在一個月內 能夠完成正式的 邀請各行各業重要的產業代表 讓他們了解 英國脫離歐盟之後 我們台灣產業的利弊 好 這是第一個 好不好 沒有問題 第二個 就剛才市長你提到的 就是說 要增加跟英國的這個 產業合作的機會 目前我們的小英總統 有提出了五大的一個計畫裡面 其中一個就是風力發電的部分 那我也認為說 這應該是經濟部主管的業務 對不對 我也希望經濟部在這部分 能夠加強在這個部分 因為我們之前在五月 也開過論壇 你們有寫到 我們希望能夠加強這個業務 來共同來推動 是 那所以剛才我們的市長講了 一個月內 召集我們所有的產業 來讓我們所有的 跟英國有意願的這些廠商 能夠了解 他們進軍英國 有沒有把握這個機會 產生的利弊得失 因為這個有短期跟長期的一個問題 好 那市長歷經答應了 一個月內要召集 那我希望你召集的時候 也可以邀請我們相關的委員一同來參與 大家共同來參與 共同來推動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下一位我們請王定宇委員諮詢 謝謝主席 麻煩我們這個國發會 董副主委 還有我們經濟部 董副主委 董副主委 我們經濟部這個 審次長 董副主委 兩位都是長期關注經濟事務 有的在公務部門 有的在學界 我們先簡單回到一個簡單的答案 因為這次脫歐 第一時間那個公投的impact 感覺很大 可是事實上 不管根據里斯本相關的條約 他談判啟動大概兩年內 慢慢要陸續完成 而第一時間我們看到的 恐慌性的衝擊比較多 實質性的衝擊其實還有待評估 恐慌性的評估可能對古會市 對第一時間假設假想的說 英國脫歐以後 哇以後他跟歐洲會產生很多很多的問題跟困難 那個很多的假設是建立在心理層次 不是實質層次的 所以我請教兩位 以你們的專業跟你們的所長 你們估計 英國脫歐對台灣經濟的衝擊跟影響 我們如果用1到5分你們覺得是幾分 短期間的幾分 兩年後中長期的幾分 短期來說的話我們也去跟產業界都 禮拜五晚上我們都有動員去瞭解 短期大家產業界認為衝擊不大 不大所以1到5分你認為1分0分 因為最低如果說我們說用這個 短期是1分 短期是1分 那長期 長期來說的話我們再評估 因為長期很多時間 不確定 時間可以解決的問題其實我都覺得不是問題 比方說英國在WTO的代表權的問題 英國跟歐陸各國的FTA要不要重建的問題 以英國的國際社經地位來講 時間可以解決的問題其實都不大 所以如果 照省市長你判斷短期間內的衝擊是最低的 就1到5分是1分的話 我不知道 廣副主委的看法是什麼 是 我的看法跟省市長大致上是一樣的 就是短期間 因為這個問題 脫歐的問題已經不是今天才知道 之前就已經開始有陸續談了 那這一次比較 有點shock是原來大家預估 脫歐派應該會票數會比較少 那個是章魚哥shock 你猜錯了 你以為他不會過嗎 所以會有一些 一些金融上的一些波動 但是實質面來講的話 現在已經慢慢地遞減了 所以兩位在台灣的 我們未來的經貿發展群裡 兩位的講話很重要 如果說衝擊不大 政府準備的應變措施的 那個scale 那個尺寸就不會太大 像雷曼兄弟在2008年9月的時候 開盤 收盤的時候我還去查一下 收盤就跌了295點 那一天就跌了快5% 後面一直往下掉 目前看起來 英國脫歐 對台灣的股會市出口影響 那個波蘭都還看不到 那我接下來要請教兩位幾個事情 就是說我們來到委員會 報告衝擊報告 我還是要當烏鴉一下 我手上這份報告是廣副主委你們的 我們的國家發展委員會的 你仔細看你們的第四頁 你們的第四頁針對英國脫歐的因應 設立國家級投資貿易公司 初步規劃資本額 新台幣100億元 將扮演尋找開創整合促成 你知道這段文字我在哪裡看過嗎 南向政策我看過 也是100億 也是一樣 然後呢 對於我們要 南向那時候問的時候呢 又回答說不是 這不是100億規模太小的 不是對外的 這是招商對內的 所以提振國內投資 我也看過這100億 這真的是偉大的100億 英國脫歐靠它 南向靠它 國內產業促進也靠它 這個100億不是所有問題的答案吧 所以孔副主委 你們這100億是同一筆嗎 是的 因為我像 向委員報告就是說 因為我們預估剛才提到的 英國脫歐這件事情 主要剛開始是金融面的影響 你這樣回答是的 我會被你嚇到你知道嗎 這100億沒那麼偉大 你們 我不知道幕僚作業怎麼作業的 國發會要向本委員會報告 脫歐的衝擊影響 有些不清楚 我覺得我們就說不清楚 而不是把我們現有的 不管是財稅工具 我們的投資工具 或者我們要做什麼創投公司 通通都是面對所有問題 衝擊的所有答案 不可能嘛 是 不可能嘛 他扮演了某一種 就是說他扮演了一些分散市場 我們剛才提到 就是可以分散市場 跟增加投資 南向我們解決 對中國過度依賴 也是這100億 國內招商也是這100億 現在英國脫歐也是這100億 我怕希臘倒了 我們還是靠這100億耶 他是綜合性的功能 副主委 這樣的報告不及格啦 是是是 我們再做 加起來變成資本家算法 把他拆個毛來撐 但這不能這樣算啦 這100億沒有那麼大 甚至於連南向都不夠 所以我這單純就報告 我仔細 你們每一個 每一個部的報告我都一個一個去看 重複的我還好 我書讀的不好 我記憶還好 還記得這東西我都看過 這樣不好啦 不過我要請教 這個 沈次長 是的 你裡面有提到一些 這個衝擊的東西 是 就是說英國脫歐以後 談判開始談嘛 對 我看到你們報告裡面說 台灣 我們蕭歐的主要的產品 大概是腳踏車 螺絲、螺帽 很多北部的朋友很不曉得 螺絲、螺帽是兩個產業 主要是分布在我們台南跟鋼山 鋼山 對 螺絲、螺帽還有車輛的parts 零組件 對 還有一些機械的 那英國進口來台灣的大概就是 醫藥、醫療設備器材 或者一些比較高階的精密的機械等等 是 我現在問你兩個問題 就是說 當我們的進出口 面對英國脫歐 英國開始 歐盟昨天已經開會了說 要走趕快滾蛋 本來他們以為還可以拖一兩年 可是歐盟的會議是認為 既然你要拖歐了 會議也出來了 當場就不讓英國的代表進去開會了 他也沒進去 然後要求英國盡速談判 要切切快一點 我們的廠商在這一波的重新談判上 市場會不會受影響 出口到歐盟的方式會不會受影響 出口到英國的方式會不會受影響 這個影響你們的因應是什麼 大概這個部分來說的話 像那一天我們在跟這些廠商談的時候 那尤其這個部分來說的話 我們的這些在這一個歐洲投資的 英國投資的這些業者來說的話 我們也是一樣就是要去跟問這些企業的老闆 那這些老闆我們都問到了以後 他們感覺到每一家大概都有他的一個因應作為 那譬如說像IT 市長我們時間有限了 你們做法是你們問了相關業者 是 相關業者的自己有祕密可以應付了 對 那我們政府呢 那政府就會整合業者的意見 完了以後呢 我們會來做整體的一個政策 所以目前看起來蕭歐他們重啟談判 對 第一個人講政府要不要花成本去應應 這個我們還是要去先去掌握完以後 所以我們要來應應 然後另外 英國因為他已經不屬於歐盟了 是 我們是要等他跟 根據理事本好像應該是50條還是32條 跟歐盟談判結束 我們才能跟英國開始談判 雙方的貿易關係像FTA類似這個東西 是要等他們結束才開始 還是現在就可以開始 我們現在內部要先啟動我們內部的一些作業 那過去 過去都直接針對歐盟嘛 現在變成要針對英國 英國 對 所以我們希望下一次看到評論報告是 對英國的進度 對 談判的進度 接觸的進度 而不是 我們永遠都停留在原來那一份上面 好 我最後請外交部 那兩位市長請回座沒關係 事實上我們今天這個衝擊貧物報告 我是覺得外交部 國安會 國安局 相關的國安單位 其實也要扮演另外一個角色 在6月7號 美軍用北約組織在波蘭華沙 啟動了一個叫做 蟒蛇2016的演習計畫 演習 而這個演習也造成歐盟德國的外交部長 直接 他是譴責喔 他認為美國在推銷 推銷戰爭 那這個演習跟這個事情有什麼關係呢 那個美軍這時候動員了一萬四千人 波蘭一萬二 英國動員了一千 那這個蟒蛇2016號稱是 大概近幾年來 最大的美軍直接指向俄羅斯的士兵演習 我不知道歐洲士兵有沒有掌握這個 或者國安局那邊 國安局今天沒有來 可是現在英國脫歐了 英國脫歐了 雖然在歐盟有一個象徵性的軍事組織 這個EUFOR 這個歐盟軍 那歐盟軍裡面 本來統合三十幾國都在裡面 現在英國脫歐了 美國在 年六月七號前 啟動對俄羅斯 直接演習 就嗆你俄羅斯的這個作為 未來 美國在歐洲的負擔 會不會越來越重 因為歐 英國脫歐這個變數 如果他在歐洲的 戰的分量比重越來越重 會不會影響到 美國在亞太的政治經濟 軍事佈局 而這個政治經濟 軍事佈局 不管從東北亞的 北韓日本 一到中國 我們又變成西韓 你懂我意思嗎 市長你知道東 我在問這個意思嗎 就是說 在美國今年初的作為 是在歐洲 弄了一個大的 士兵演習 是指向俄羅斯 而這一個指向俄羅斯的緊張度 連德國的外交部長 都覺得不妥 會害怕 會緊張 所以美軍扮演的 這士兵演習 絕大多數的兵力 那英國幾乎有幫忙去支援 主席不好意思喔 再借我一分鐘 所以當英國脫歐這個變數 丟進去的時候 美國在歐洲的負擔 會不會加重 會不會重到調整 美國在亞太 美國他永遠都有他的優先順序 跟我們想的不一樣 會不會影響這一塊 你們外交部的評估是什麼 報告委員 我覺得不會 美國在歐洲 其實主要是陸軍 那在亞太 基本上裁軍 他們不只陸軍在那裡喔 陸軍是占比較重要 但我要講什麼 陸軍也大部分都退出了 那美國在東歐部分 最重要的資助就是波蘭 所以美國 波蘭基本上 在歐盟裡面 算是 我們現在時間有限 簡單一個問題就是 這一次的事件 會不會造成 美國在歐洲的角色吃緊 所以影響了他在亞太的布局 會還是不會 是怎麼樣變的 我覺得不會啦 剛才跟委員報告過了 其實美國在歐洲 就是 其實已經不願意跟俄國起衝突 所以烏克蘭事件 其實我們沒有看到美國 他只有加上演習 並沒有 你們判斷不會我尊重 不過我覺得 我不知道高安 高安司長 當然你的答案跟他不一樣 你跟他不一樣事情就很嚴重了 你的臉色很臨重 你覺得會還是不會 你也不用刻意強言歡笑 報告委員 我想基本上 因為英國脫歐這個公投才結束 所以正式的程序還要啟動 所以包括他們跟 英國跟歐盟的雙邊關係 包含了很多 包括經貿的 包括政治的 包括外交的 包括軍事的 所以這個都需要密切的關注 我請市長這邊 跟部長現在在巴拿馬 就是說 這個事情它會有個時間性 就是一年兩年一直演變下去 我們外交部要特別注意 跟我們台灣有關係 當美國在歐洲的角色吃緊的時候 我們要想的是 亞太會不會有影響 不是單純一個會或不會 你要去follow要去影響它 我最後報告 因為其實在東歐的是北約的機制 不是歐盟的機制 當然 它是用北約去演習 所以應該是不會有影響 OK 好 我們希望沒有 好 謝謝 謝謝主席 好 謝謝 蔡委員麻煩一下 謝謝 謝謝 謝謝主席 是不是 先麻煩主席邀請我們的 外交部 經濟部跟財政部的次長 好 麻煩請外交部 經濟部跟財政部 三位次長就備訓談 謝謝 我想一下我這個問題 我不知道哪三位誰可以回答我 當我們今天在討論說 脫對全世界 包括對台灣的影響的時候 我想先確認一件事情 前兩天通過的是一個公投法 公投法的公投行為 英國的公投行為 這公投行為是建築在法律基礎之上 好 EU的法律也好 英國的法律也好 請教一下三位 這個公投的法律效力怎麼樣 還有它的拘束力 有沒有 立國立拜登嗎 有沒有 有沒有拘束力 應該是沒有 沒有拘束力嘛 確定 這是吳次長講的 兩位經濟官員 你認為他沒有拘束力 法律上有沒有拘束力 我覺得我們的行政部門 你們要回答問題之前 先搞清楚問題 這個問題是 他是兩個面向的 如果這個公投有百分之百的法律拘束力的話 英國的首相沒有選擇的餘地 英國的政府也沒有選擇的餘地 就是公投說的算 對不對 但是我翻遍了所有的英國跟歐盟的法律規定 沒有人說這是legally binding 對不對 我們次長是歐洲專家他很清楚啦 所以你們在回答我們的問題的時候 這一點沒有人去提 完全沒有人提 完全沒有人提 所以這個中間變數會很大 今天如果包括蘇格蘭的情勢 是這樣演變的時候 英國未來的國會掌握有 政治上的決定權 他的這個referendum只是一個 不能講參考啦 某種程度上他有政治上的影響力 來決定國會怎麼做下這個決定 所以未來的戰場跟決定權 實際上是在parlament 沒錯吧 我要確認這件事情 如果是這樣的話 脫歐這件事情 是不是就此就決定了 或者是他的影響 我們就可以現在去做任何的預測 我還不覺得 這中間還有很多的變數 包括英國首相 這個未來的首相 還有未來的國會 這幾個月的國會的反應 蘇格蘭的反應 甚至歐盟的反應 都會影響到脫歐這件事情 最後到底脫還是不脫 所以這中間的很多的不穩定性 當然剛才包括央行人 包括都講說 短期內這個他的經濟衝擊 不會很大 或者是表面的衝擊 我也同意 但是中長期 未來這幾個月到一年 這中間的變化 實際上會大到你可能很難想像 也難掌握啦 我跟你講三天前 我諮詢經濟部部長的時候 經濟部長根本也沒有準備啊 李部長啊 那時候搞不好他還認為說 這個脫歐不會成功 但是我就已經講脫歐可能會成功 那我們不能沒有準備 所以現在同樣的道理 我們所有的文件都告訴我們 這個公投實際上是 法律上面它是沒有Biting Power的 不存在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的相關部會 是不是你要做更細緻的 評估跟分析 對不對 而不是 其實這些經濟數據喔 不管是財政部 經濟部還是什麼 除了國內的部分 大致上的數字 都是從國際上超來的啦 我們大家都知道啦 這個也沒什麼啦 因為是 是整合各方的資訊 可是 我們希望看到的是 更細緻的一個分析跟準備 所以我在這邊特別提出來 公投的法律拘束力 實際上沒有 所以是政治決定 它就是政治決定 所以在政治決定的情況之下 我也希望我們外交部啊 駐英的單位 還有駐歐的單位 你必須很清楚 當地的一個狀況 你能才能在第一時間 去把這些 政治上的反應 抱回來 我們的各部才能做準備啦 市長你應該很清楚 你待過法國嘛 所以歐盟對你來講 這完全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我是覺得這方面 你外交部第一時間 應該是做這些掌握 我們經濟 經貿這些 才能夠後續的Follow 否則如果你第一時間 在當場的資訊是錯誤的 那你傳回來所有的 你們做的決策會是錯誤的 同意吧 同意 所以這部分我第一個要求 就是我們在 祝英跟祝歐的這些單位 你必須給我們正確的 information 我也不希望我們各部會 拿的資料都是報章媒體的 報回來的那種間接資料 我覺得那個東西 我們自己看就好了 我們要的是 當地的 具有立體感的 這些 information給我們嘛 好 比如說我現在問你 到底蘇格蘭要不要 進行二度的獨立公投 你們評估怎麼樣 現場的狀況怎麼樣 好 還有這件事情 目前在英國國會 被討論的狀況怎麼樣 就是說公投脫歐過了對不對 脫歐的公投是過了 但是英國的國會議員 他們怎麼樣看待這件事情 實際上未來是國會要決定啊 所以你應該告訴我說 英國的國會 大部分的國會議員 或者他裡面的派系 怎麼樣看待這件事情 搞不好他推翻公投耶 搞不好耶 在蘇格蘭的情勢底下 還有他整個經濟短暫的壓力底下 他撐不住搞不好國會就翻盤了 所以我不接受這個公投啊 因為現在也有超過300萬的連署啊 所要重新在公投對不對 市長 所以這種情況它變化很大 所以我要求外部第一個 做這個事情好不好 你去了解一下國會的反應是什麼 你了解一下當地民情的反應是什麼 你了解一下這個法律上面 它的約束力怎麼樣 可以嗎 可以 好不好這一個禮拜給我們報告啦 下禮拜就可以給我們了 好不好我們才能夠做更 細緻而且精確的 評估跟準備 接下來我想請教一下 這個 市長 就是說 除了脫歐的議題之外 我想 最近啊 我們的 蔡總統剛好出國 訪問 然後 目前應該就已經到了這個 巴拉瑪 兩位市長的情緒 那個經濟跟財政的情緒 我請教一下武次長 就是說 這一次的總統出訪 你覺得啦 到目前為止 你覺得跟扁時期最大的差別是什麼 跟扁政府時期最大的差別 跟那個陳總統的一個時期 我想這次蔡總統比較低調一點 你講 你講到重點 你真的是一語道破 的確是低調 他跟扁政府時期那時候的張揚比起來 他是非常的低調 那我再請教一下 那跟馬政府時期的比較 又有什麼不同 還是又有什麼相同 跟 我基本上 也認為比較低調一點 跟馬總統的時期 我們光從 我們就是 蔡總統登記的時候 去送的官員的數目來比 我記得以前 好像王金平這樣 除了送的官員 那 那 出國之後 到當地 或者是 過境美國的時候 相比 過境 過境美國也是一樣 因為 並沒有 就是說 整個新聞傳回來的 整個 整個規模 整個資訊的 就是說 蔡總統確實一直 嘗試用比較 務實的方式 來處理 沒錯 所以我想 當然這個 蔡總統 他跟 扁政府時期比起來 我覺得他低調許多 這一點我覺得 站在台灣的 目前外交的 處境裡上 我想我們公平的給他 這個肯定 那跟這個 馬總統比起來 其實我覺得 他們相同的部分 也是低調啦 也是低調啦 甚至 蔡總統在 某些部分搞不好 也比馬總統更低調 是 是 那 低調跟踏實 我覺得這 我們給他肯定 那 但是就是說 這個 是不是也象徵著 在這部分 實際上 是馬歸菜水啦 就是 好的部分 繼續嘛 那當然 這裡面 我 必須要提出來 就是說 外交的東西 有時候我們必須很務實來看 也不要留於太政治的東西 因為 為什麼 在這件事 在他過境 或者到達這個巴拉馬的時候 包括這一次巴拉馬也是派 他的次長出來接嘛 對不對 是他外交部次長出來接嘛 為什麼部長沒有出來 你知道嗎 我是不知道原因啦 但是我想講的是說 今天不管是誰出來接 我也希望說 大家在看待總統出訪的地方 這件事情的態度上面 能夠務實之外也公平 因為2014年 我記得那時候 江儀化 他代表總統 去薩爾瓦多 的總統就職 那時候薩爾瓦多 派次長出來接 結果啊 他被罵了狗血零頭 他被 尤其被當時民進黨的立委 罵說 這個是外交休克 死路外交 結果今天蔡總統去 也是次長出來接啊 我們有去罵他嗎 我們不會去罵他啊 所以我想 這個是 台灣在外交處境上面 我們必須共同面對的 他的低調踏實 我們給他肯定 但是我們也相對的希望 在這些事情的看待上面 不要用不同的這些 感覺上好像就是一定 從政治的角度來解讀而已 或者因為政治立場不同 然後把事實的東西 講成好像對我們外交不利 我們希望他的出訪是成功的 甚至比馬鞭九更成功 這我們都給他鼓勵 但是我也必須提醒 在這個整個這一次的出訪上面 幾件事情要特別注意到 第一個 這個派他 派出來接他的次長 實際上 他在去年去出席的北京的中拉論壇 第二個就是說 這一次他現在在巴拿馬 蔡總統在巴拿馬 他應該也會跟總統見面 巴拿馬對我們 在目前巴拿馬的援助計畫上面 有沒有哪一些不滿意的地方 然後隱隱約約的去表現出來 雖然老共沒有明顯的打壓 到目前為止 但是有沒有借過巴拿馬的一些 行政上面的作為 來嘗試表達一些訊息 然後巴拿馬政府也利用這個說 比如說 援助計畫能不能增加 對我們目前的援助計畫 滿不滿意啊 這一次去有沒有一些 援助計畫提出來 沒有 有沒有 還是對方會要求加碼 應該是不會 目前 應該是不會 那會不會不加碼之後 離開之後 然後給你一個 背後放一個冷箭 會不會這樣 目前沒有這樣的一個提示 我覺得這部分要準備 是 有 因為外交上面的狀況 有可能是很臨時的 對方給你放冷箭 或者是你離開了 才有一些小動作出來 很難講啦 搞不好今天去 他看你援助計畫沒有增加 他又不高興又不願意講 所以我覺得這部分外交部 必須做好非常萬全的準備 是 好不好 那出訪當然都是很辛苦 我們也希望說 總統代表國家出去 能夠替台灣在國際上發聲之外 也爭得一些曝光 但是我希望說 我們在看待這些事情上面的時候 比如說我就對於當時說 這個 江演化去參加的時候 次長去接 結果去罵死路外交 結果現在 也是次長來接 蔡英文總統 難道我們要罵他死路外交嗎 不是嘛 所以外交部在這方面 我希望說 剛剛第一個 我們跟英國的那一部分 我真的覺得國會是重點 英國的國會的反應 會是下一階段 決定與否的關鍵 那第二個就是說 在外交出訪上面 有一些 對岸可能的小動作 我希望外交部能夠做好萬全的準備 好不好 謝謝 會 好 謝謝委員 下一位我們請羅智鎮委員諮詢 主席可別請外交部吳次長 請吳次長貝巡 委員好 主席好 我們跟主席三個站在這邊 角色很特別 主席是東吳政治系的老師 我是東吳政治系的老師 你也是東吳政治系的老師 你還當過系主任 你還當過系主任 我還當過系主任 所以三個東吳的老師在一起 討論這個議題 加上你是歐盟的專家 在學校教歐盟的課程 主席是教政治經濟的專家 國際政治經濟的專家 所以我想這個議題 我們從一個比較嚴肅的角度來看 其實剛才江委員要提的 其實也是我想關心的 就外交部的掌握資料了解 這兩天除了從媒體簡報收集之外 我們有沒有跟歐洲的 尤其是英國的官員 或至少國議員 有第一手的接觸跟了解 有沒有 還是從外面的簡報收集資料 回來跟我們報告 有沒有 報告委員 其實我剛才提了 就是說其實在公投發行之前 我就已經 因為我本人負責歐洲事務 我就已經下令 其實不只是英國 歐洲所有國家 我們的外管人員 都要密切去跟當地的政要 或是議員接觸 來分析說 如果脫歐或不脫歐 對台灣所造成的影響 所以我們掌握的資訊 不是只有從外面的媒體 管道不是嗎 有第一手的資料 是是是是 要不要請問一下 英國的總體 執政黨 官員或者是議員 是不是已經吃了蹭鎖 鐵了心 就是要離上歐盟 還是覺得開始反悔後悔了 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其實 你看公投結果嘛 那個比數 這是一個爭議性非常大的嘛 所以兩方面的人都有 那其實就算是離開 這次決定說投票離開歐盟 剛才主席也講沒有錯 國會其實有個很大的因素 但是另外一個 我們在台灣比較沒有討論到的是怎麼樣 就是說歐洲歐盟 它那個機制非常複雜 除了我們在台灣常談就是歐盟 但是還有一個叫做歐洲自由貿易區 叫EFTA 在1960年就創造的 然後EFTA加EU 就我們所謂歐盟 又成立一個叫做EEA 就是一個歐洲經濟區 所以這個機制裡面 其實他們在討論怎麼樣 就是說英國在談論 如果要談論離婚的話 其實也同時在談論再結婚 那再結婚是透過其他機制來 沒有錯 所以其實推出歐盟這個概念 是很大的概念 對 因為它有很多Umbrella在那個地方 推出哪一塊 這是要繼續談的 對 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 你認為會留下來的比例比較高 你們當然都不是張瑜哥 你們當然不敢怎麼講 其實到最後關頭 你看那個所謂賭盤的開出來 九成多都認為會脫歐 在之前 之前 認為留歐的比例比較高 可是反過來 現在結束完之後 氛圍風向也在變 剛才姜維也提到 所以在那最後一剎那 只要5%轉到另外一邊的時候 整個氛圍就改變了 所以才講說這樣的議題 要持續來關注 尤其當它碰撞到內部 包括蘇格蘭 北愛等等這些要獨立的 內部的時候 影響到英國內部自己的氛圍 跟氣氛 在談這之前 我先問一下那個市長 題外的 總統出訪現在講了一個名詞 叫做踏實外交 沒錯 這是以後我們外交部 稱呼我們新政府的外交 叫踏實外交嗎 還是只是這一次做法上 叫踏實外交 我覺得踏實是蠻符合蔡總統 目前 對我現在問的就是說 是不是以後我們 以後四年的外交 大的戰略叫做踏實外交 還是只是說這一次的這個描述 我想 這個因為我們還沒有經過一個 我們還沒有經過一個 那等部長回來再確定也好 對對我們請部長 我請問一下 踏實外交怎麼翻譯 因為記者在問我不知道怎麼翻譯 外國媒體問說你們踏實外交 Well 踏實外交也不知道怎麼翻 Pragmatic Pragmatic要污實外交 以前 李登輝總統時代 Realistic politics 還是什麼 Realpolitik 還是Easy Diplomacy Easy 因為講Ease Feel and Ease 也是啊 踏實啊 我們的語言比較美 比較那個 但是外國人要你翻譯你怎麼翻 這就是請外交部趕快準備一下 是是是 法語翻譯我不知道怎麼翻 但是外交部請記住 包括我們國傳師 當我們總統中這樣一個重要宣誓的時候 我們竟然沒有一個縮帖跟說法 外國媒體在問的時候 我都不知道怎麼翻譯 我也問外交部大概也沒有人跟我講 怎麼翻譯啊 踏實外交也不對啊 沒有這種事情啊 這個翻譯不錯啦 但這就是問題 我們只是對內銷 內銷叫踏實外交 對國際是沒有宣傳的 好不好 外交部趕快 把這個名詞定義下來 Pragmatic Diplomacy 那是務實外交啦 之前是這麼翻的 然後 那次長請回座 可不可以請一下 那個國發會副主委跟 經濟部次長 國副主委 還有經濟部次長 省次長 請問一下 雖然大家都講說 短期內衝擊是有限啦 大家想請問一下 總體評估 初步來講 短期內 你認為利大於弊 還是弊大於利 現在看起來來說的話呢 應該是 雖然大家有一點心理上 尤其這種股會是金融方面 會有一點影響 其他的部分 我們跟產業之類 還有我們外管傳媒 執行 應該還好 對還好 但短期內應該看起來 是有些衝擊的 所以弊端是會出現的 心理作用 心理作用嘛 因為當然心理作用 但英國不是我們最大的 甚至只佔1% 所謂的金輸口的一個比例嘛 我想確定一下 今年保不保一會不會受到影響 GDP成長 會不會受到影響 應該 完全無關 還是影響不大 影響不大 那那個副主委 今年保一有沒有機會 因為能不能保一 其他的因素非常多啦 那對這個 就這件事情 對他的影響衝擊是有限 是減分來加分 是減分 所以本來保育我們就很辛苦了 在發生脫歐這個事情之後 對我們保育會增加的難度更高 對不對 那接下來怎麼樣去 想辦法彌補offset 那個所謂可能損失的負面影響 剛才王委員講到100億 想要是不夠了 就是說要想辦法去補那個部分 好不好 那我們 國外會有做準備了嗎 是 感謝王委員剛才的指教 就是說 剛才事實上 這個經濟部 他也有一個方案 怎麼樣來更 跟英國更強密的這個 產業合作 因為現在英鎊跟歐元 他都扁嘛 所以 如果我們去那邊做 產業合作跟併購 是比較有利的這個時機點 那如果我們啟動的那個方案 是可以做 搭配做這樣的事情 好 那我先請問一下 各部會 在這個事情發生這個週末 有沒有開任何部內的檢討 因應會議有沒有 各部會都有 跟委員報告 我們禮拜五晚上 我們就開始啟動 我六點回來 從台中回來 就開始談到八點 謝謝 行政員有沒有召開跨部會的會議 應該有 院長 應該有 所長都有到 你們應該有準備吧 有齁 國安會目前還沒有開會 因為國安會秘書長通通出國去了 有沒有開會 還是幕僚成績有開會了 有開會了 OK 所以我們政府部門整個動起來 來因應這個事情是有的 是 好 我想請問一下 基本的態度 面對這個事情 坦白講 未來怎麼發展 還沒有人知道 還沒有人知道 因為包括連英國人下一步要怎麼走 歐盟國家下一步怎麼走 連他們自己都沒有把握一定會怎麼走 對不對 但是我們總是要做一些必要的沙盤的推演 對不對 請告訴我 最好期待當然是說影響不大 可不可以告訴我最壞的情況是什麼 對我們來講 經濟上各方面 最壞的情況 那個廣副主委 你也是這方面的專家 是 現在委員報告就是說 我們剛才有提到的就是說 從幾個面向來看 因為 如果成真的話 現在看起來 英棒跟歐元都在扁 那日元也升值 因為避險的關係 等等的一些情況 那原來當然 造成股位市的影響 對經濟狀況是不好的 但是我們有沒有可能 在這樣的情況下去 取得我們的利基 就像剛才提到的 當英棒跟歐元扁的情況之下的話 反而是我們去那邊 所以危機也可能是轉機啊 對對對 對不對 但我們現在問的是 那是最好的部分 最壞的部分 那另外來講的話 就是我們對於我們本身的內需的再加強支持跟投資 那這個就要加強來做 那這個也就是我們國發會 為什麼剛才提到的這個三駕馬車的一些相關策略 那我想請問一下副主委 脫下去對我們是有利還不利 你說脫歐 就是脫歐的這個情況 如果一直脫 然後談判還不成 甚至脫很久 還是你覺得速戰速決也好 因為歐盟國家講說趕快離開 你覺得對我們來講哪一種情況最好 因為現在的狀況事實上還不明顯 即便是有些歐盟國認為趕快離開 但是德國總理認為就是說不要這樣子 就是還是有一個好的談判機制 好 謝謝 那個次長我再 那個吳次長我再請問一次 好兩位請坐 我們希望外交部做一件事情 這個事情不是只有我們駐歐 駐英國的外管的事情而已 全世界各國對歐 英國脫歐的影響跟做法 我們要一起來蒐集資訊 你們知道韓國已經做了第一個決定 他們要趕快來準備做好 英韓的雙邊談判 沒錯 沒錯吧 所以請不是只有歐洲事務 亞太拉美 甚至東南亞國家等等 沒外管請盡快的去蒐集 跟了解各國對英國脫歐 相關的資訊跟影響 尤其是第一手的官方的資訊 好不好 OK 謝謝次長 謝謝主席 好 謝謝 下一位我們請 林常佐委員諮詢 我們請吳次長 謝謝 吳次長請備詢 吳次長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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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請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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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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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請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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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請 請請請 那我在這邊要特別提一件就是剛才可能幾位委員還沒有講到的 就是英國在歐盟裡面它其實是對中國最友善的國家 那我相信在過去這段期間也有蠻多的 即便在這個公投之前就有很多人在談這件事 所以甚至於英國跟中國他們在現在都還在媒體上面被號稱為黃金年代 那這個英國被中國當成是進入歐盟的一個窗口 可是接著英國脫歐以後我想請教一下這個次長 你認為接著的走法會是說 因為英國沒辦法再扮演中國進入歐洲的這個歐盟的這個窗口 因此他們兩邊的這個戰略關係下降 還是說反而因為這個英國它本身沒有了歐盟的框架的束縛 它就更加強化跟中國的關係 那也許跟台灣之間就有了更多的限制 您認為會是哪一種 我先講一下 剛才其實提到 其實英國未來跟歐盟的關係並不是那麼清楚 尤其如果說中國是以英國為跳板 要參與歐盟 基本上經濟是佔比較多成分的 因為我們都知道我們如果在處理歐盟問題的時候 歐盟本身最重要的兩個國家 我們常常講叫做德法的雙頭馬車 所以在政治上德國跟法國是比較重要的 那透過英國做一個跳板就是 基本上英國跟歐盟的經濟關係 就是像英國有50% 它的整個經濟是跟歐盟結在一起的 那我剛才提到就是說跟歐盟的關係 因為不是那麼清楚 這個托還要再討論 而且它的架構非常多 所以在未來我覺得現在還很難看到 英國跟中國之間的關係的一個改變 那我是基本上會認為就是說 其實在現在全球化的一個方向之下 其實更多的合作都是大家所期待跟願意的 那所以我在這邊要提醒的 就是我們做了很多的相關的 可能會有的發展的研究 那以現在幾份報告看起來 他並沒有去提到中國因素 那對台灣的外交來講 中國因素其實是常常在背後 扮演著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我們跟英國的關係會怎麼改變 我們跟歐盟之間的關係會怎麼改變 我希望外交部的同仁 還有相關局處的同仁 在做報告的時候要把這個連動性 這個討論進去 那還有就會是 就是英國跟我們的關係 背後會不會因為他跟歐盟之間越來越遠 那結果中國要加強 結果反而去壓縮到我們跟英國的關係 這個可能要去看接著的動態的變化 另外一方面可能也要去稍微看一下 在歐盟裡面 我想在這邊也是要請教次長 在歐盟裡面除了英國以外 本來比較跟中國友好的國家 是哪幾個 其實報告委員 我們很難去講說誰最友好 我們只能講 如果說其實有一個說人權的話 我們就知道北歐是跟我們比較友好的 對 但是所有國家現在都因為中國的崛起 會因為經濟因素 當然都要積極跟中國合作 我們也樂於看到像這樣的一個發展 但是就純從經濟因素來講說誰真的那麼好 這個我覺得我們還是避免做 那英國跟中國的關係 其實除了經濟因素之外 其實還有一個香港因素在那邊 所以這個是對英國來講 是他非常看重的 這個香港 所以我是覺得說在歐洲大陸 其實我們可以講說 像德國跟法國也跟英國有蠻不錯的關係 可是德國梅克也曾經接見過達爾拉媽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議題 這不能用黑白這樣來說 所以我覺得我比較難以回答說 歐洲大陸上哪一個國家是跟中國是最好的 我會這樣子提的原因是因為 如果中國他希望能夠進入歐盟市場 而本來的他的跳板是英國的話 那他接著當英國脫離了以後 他下一個希望他能夠加深關係 未來成為他進入歐盟的國家可能是哪一個 而那一個國家如果我們能夠先做一些研究 還有了解他跟台灣之間的關係 如果因為這樣子的發展 那對於我們跟那個國家之間的關係 也會發生問題 我們當然會希望說包括中國 包括台灣 包括歐盟所有的國家 還有英國在內 大家能夠促進合作 那增加國際的交流 那也強化台灣跟所有國際之間的關係 但是往往發展的結果到後來 背後會有一些不一樣的因素 那如果中國現在他的target 是跟台灣其實有一些不錯的合作 或來往的國家的話 我想這個我們要先做一些準備 我們要提早做一些準備 那避免我們都是只是在背後 就是被影響的 我們如果可以前期先了解的話 我建議在這個報告 因為現在看到報告 我當然可以了解 現在我們才剛發生而已 我們沒有辦法神預測 但是在做任何相關的模擬的時候 把中國因素放進去 那因為中國因素往往會影響到台灣 那這個部分是我比較關心的 所以在這邊我想 大部分大家該提的都提到 那接著未來我也希望就是說 外交部即便我們沒有在 安排相關的這個巡達的時候 我剛剛提的這個部分 是不是也可以準備一個報告給我們 那我們可以協助外交部 那做這個部分的這個 應該說不斷更新的 這個接著連動的可能的變化 好 謝謝次長 謝謝 好 謝謝委員 好 謝謝 下一位請陳廷菲委員諮詢 陳廷菲委員 陳廷菲委員 陳廷菲委員不在 下一位我們請徐志榮委員諮詢 謝謝主席 主席我想請我們外交部次長 主席我想請我們外交部次長 吳次長請備詢 市長好 委員好 市長我在6月8號的時候 有建議我們的李部長 就是我們這次小燕總統去訪問雙八 去的時候要經過 附近這個邁阿密 我有建議他是不是可以安排 跟我們台灣之光 也是馬鈴儀隊的主場 在邁阿密的陳偉菲 可以來個雙英 來個見個面 是 那時候我記得部長給我的回答是說 我這個建議集計創意這樣子 是 我也記得我回答說 集計創意 但是要真正的能夠見到面才有意思 當然我們報紙也看到了 雖然我有建議說到他的主場去的話 當然是不是他有主場那些都是還是問題 至少在旅館裡面 兩夫妻跟兩個孩子 還有跟我們一起陪同的六位委員 好像相談勝番 一霸不能了嘛 這個也要謝謝我們外交部 有接受智隆的建議 也真正的把它落實 真正的對我見到面 也可以說是我們總統就是 過境邁阿密的這個亮點之一啦 在這邊要肯定我們外交部的這個辛勞 謝謝委員 然後我們總統在要回來的時候 也要過境這個洛杉磯 洛杉磯也是我們華僑很多的地方 也是美國的第1大城 我們在那邊也有一個台灣之光 所謂的無富級的國民 就是我們的林書豪 雖然他是主場那些不在那邊 但是他的父母親好像也住那邊 然後我這邊也有一張資料就是說 洛杉磯的市長他也講過 他以林書豪是他洛杉磯這個家鄉的子弟 治豪 所以說智隆再次的建議 在回城的時候 是不是也可以跟林書豪 在這個NBA裡面 這麼有名的我們台灣之光 也能夠來見上一面 再可以給我們總統這次 首次的出訪 我希望畫下一個美好的祭典 這個beautiful ending 是不是也有可能來安排一下 雖然時間很長處 整個種種安全上怎樣 我不知道啦 也希望是不是也可以再來安排一次 這個我們台灣之光的林書豪再見一下面 報告委員 其實這也是我最生氣的期望 因為我本身是打籃球的 當然 對於林書豪 看到你的身高我大概知道 所以我對如果總統可以見到林書豪 我是真的是會非常非常期待 所以感謝委員的一個這樣一個關心 那因為我們現在其實每天都有在開 我們有個留守小組都在開國安會議 從禮拜六就開始啟動了 我本身就都有參加 所以我會把這個委員的這個建議 透過這個留守小組跟總統報告 那希望能排得出來 好 謝謝次長 謝謝 剛剛有委員講這個 務實外交 踏實外交 英文到底怎麼念 姑且不論英文 你就用中文來講 務實外交跟踏實外交差別在哪 務實外交 踏實外交 我覺得務實可能更加有政治一個取向 這個當年我們取名務實外交 是因為我們當然外交遭遇到一些困境 所以我們說如何可以避免一些衝突 然後真的是實質去經營一些關係 那踏實外交 我只能根據我個人的解釋 可能比務實外交一樣的程度 但更加低調一點 因為我覺得蔡總統這次的許多外交政策 都是採取一個比較低調 真的以經濟作為一個最優先 希望能解決我們國內的經濟問題 改善年輕人的這個問題 所以他在許多外交的一個場合 就是說我們比如說跟大陸是怎麼樣 是維持現狀 我們希望跟大陸的過去關係 可以盡量維持友好 那在外面當然南鄉政策就是怎麼樣 希望透過雙邊的一個經濟交換 能創造我們更多的一些經濟機會 所以他是更加的一個低調 在外交上就維持一個就是現狀 我覺得應該可以做這樣的一個解釋 稍微有這樣的區別 對 是 是 那個踏可能就有點腳踏實地 一步一腳印 可能大概是這樣的意思 踏實跟務實的這個氣氛 當然低調出訪沒有錯 剛剛我們的主席也講過 比馬總統那時候可能更低調 但是呢 雖然想要低調 但是我們看美方的這個安排 總統來參觀了我們這個邁阿密港 小英總統想要低調 有時候也有可能有點難度 當然以前 編政府也好 毛政府也好 大多也只能夠在下他的飯店 這個裡面這個活動 那可以到 邁阿密港口去 講起來就是呼吸新鮮空氣 都在戶外嘛 不是一般的以前 不是到大學演講啦 就是什麼都在室內嘛 至少可以到外面去 呼吸一下新鮮空氣 這也是很好的啦 那我是想請問市長就是說 那我們回程過近洛杉磯的時候 是不是 美方或者是我們有跟他 也有談好也有到洛杉磯當地 有參訪一些景點還是什麼的 報告委員 因為在洛杉磯的時間比較短一點 所以目前是比較沒有這樣的安排 可能沒有啦 但是這種在這邊提醒的一點就是說 可能美國這次對我們總統到 兩次的過境 可能好像成績啦 種種 那個國會議員啦 通話啦 什麼也好 好像規格都有比較提高一點 提升一點 但是我擔心的是說 是不是因為我們現在跟老共那邊 大家講的比較冷和的這個階段 你趁你冷和的時候 我就對你好一點 然後甚至於是不是他也還有後面的考量 就是說以後對於這個美豬的進口啦 或者是有其他的貿易上的一些 可能要我們跟那樣跟他配合的 要我們跟他買單的 這次過境 就招待的招呼的成績比較高一點 是不是也有這樣的可能性 我基本上這美豬 直接美豬議題 進得了進不了是另外一回事 是不是現在總是跟你招呼好一點 矮山子好一點 以後他想要的這些事情 成功的可能性就比較高了 我們是擔心的是這樣子而已 好 謝謝我們執長 謝謝 謝謝委員 我想請經濟部的執長 請經濟部省執長 執長好 委員好 其實我的問題也跟前面幾個委員 大概也是大概雷同啦 就是有關這個英國脫歐的事情 當然在我們所有的報告裡面 雖然跟我們的貿易上 這個比例也不是很高 差不多占了1.35%左右嘛 但是看我們的報告裡面就是說 在我們的出口裡面 可以說從2013年 幾乎每年都是負的 不是負成長的 甚至於包括2016年1月到5月的 也是還負6.58嘛 那是另外一回事就是說 趁這個英國這個脫歐的時候 可能我們可以跟他更深熱的談 台灣跟英國的雙方的這個貿易 當然所有的長官都講說 英國脫歐可能對我們直接的影響 也不是什麼有多大可能短期性的 一些股匯市的影響 今天的股票剛才也有問了 將近半個小時以前 可能還跌個四五十點 現在我是不知道多少 但是也有一個指標也可以看 可能一些避險的話 可能我們也觀察一下這個 這個黃金的這個氣勢是怎麼樣 如果黃金如果大漲的話 我想說 股匯市 對不起 主席再給我一分鐘就好 對股匯市可能就會影響比較大 英國對我們台灣影響不大 但是他一旦脫歐這個成功 可能就對世界過格 甚至於跟我們都有經濟貿易往來的國家 他們的經濟復甦的這個 腳步一定會比較緩慢 所以間接的更會影響到我們 我們對英國是比較沒有多大影響 但是它會影響很多的國家 那些國家對我們也有經貿的關係 所以間接的也會影響我們 所以剛才也有很多委員也問過了 我們目標是保一 我們的GDP目標是保一 種種的跡象好像也很難達到 但是我們的林選部長也很有志氣 他也是永不放棄 還是以保一為目標 這種在這邊所要講的就是說 如果保一不成啊 我們也要盡量接近一啦 一跟零點九九 雖然是一個整數 一個是有小數點 但是差距也不是很大 所以說就是萬一保一不成 也盡量不要離一太遠 這樣子我們大家一起共同努力 這我們會來努力 就這個部分來說的話 我們在加強拓銷方面 我們會來加把勤 這個部分來朝這個方向努力 謝謝委員 好 謝謝市長 下一位請馬文均委員 謝謝 謝主席 麻煩請外交部次長 還有經濟部 副次長 審次長 請備詢 請備詢 委員好 嗨 市長好 因為就今天我們的報告內容來看 大概一般都是認為說 像現在目前脫歐的狀況 對我國其實沒有直接立即很大的衝擊 包括對出口啊 經濟衝擊啊 還有一些我們金融業的暴顯程度 可能也都在可掌控的範圍以內 不過比起台灣面臨中國經濟跟兩岸交流的威脅 其實很多是認為中國對我們的影響可能更大 那在這裡我們想要請教 可是除了我們今天的報告內容以外 我看我們的影響好像都只是評估 英國脫歐對台灣的影響 只有評估台灣對英國 台灣跟英國 還有台灣跟歐洲的雙邊貿易的變化 事實上我們如果從全球的佈局跟兩岸的關係 我們也希望可以更深入的探討 那就這個還未討論之前 我想先請教一下 因為還有很多其他的國際上的聲音 其實不認為脫歐只是短暫的問題 甚至有的認為未來 包括前聯準會主席 還有葛林斯班 還有國際的草手 就是索羅斯 他們都認為英國脫歐可能會引起骨牌的效應 就是造成整個歐元區的崩潔 這樣的看法你們覺得如何 先從外交的 還是 好 我先講 大概也跟委員報告 好 大概從經濟部來說的話 我們外館的經濟組 這邊隨時都會報回來 這個各地的一個情況 對於這個英國脫歐 然後這些的信息回來以後 我們會PO在網路上 那PO在網站上 最主要也讓全國人民知道 也讓產業界知道 然後政府部門也知道 然後我們就針對這些議題 我們來擬音 這樣會比較氣體 我相信這樣是比較慢的 因為其實很多已經都在觀察 其實除了觀察以外 大家各國已經在因應 因為當然英國對我們的直接衝擊 相對的比較小 可是聯動來說 其實包括中國大陸剛剛有提到 我們的台灣的出口 跟大陸的市場比重 達到了40% 那大陸其實在中英關係 最近黃金10年已經揭開序幕 大陸透過英國進入歐洲市場 台灣也相當程度的可以搭上便車 如果經由大陸透過 還有英國進入歐洲市場 對台灣其實也是一個 比較大的一個商機跟一個方向 可是現在面臨這樣的問題以後 有沒有什麼樣的變化 就你們對整體的方向來考量 還包括兩岸的問題 其實應該把它放進去 因為我們對大陸的市場 它出口高達40% 你們覺得沒有影響嗎 大概來說的話 以目前兩岸的問題 然後產業界在各地的布局 我覺得都是同時性 不會說有刻意 然後產業界也會利用 這樣全球布局的同時 然後來檢視現在 這一個所謂的英國脫歐以後 帶來怎麼樣 產業界相當的有彈性 所以可以看到 像我們禮拜五 我們啟動了應變機制以後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的產業界同時也一樣 他們自己企業內部也都啟動 啟動以後他們有很多的想法看法 比如說像我們掌握到產業界 他們認為 比如說以短期來說的話 他們所採取的就是比較穩健操作策略 來引領費力變動 但是中長期的話 他們就已經考慮到 當地消費者的需求可能會受到影響 然後受到影響以後 產業就會來從它企業經營的策略部分 馬上去做引領 那相對政府就會來做整體 企業的話就會引申政府 市長我覺得你的說法已經顛倒了 今天其實我們提出說 如果英國脫歐對台灣造成的影響 不是我們看產業界 而是你應該就全球布局的眼光 你們提供給產業界更安全 或者一個更有效的方向去走 而不是看了產業界他們的因應的措施以後 你才反過來說我們國家應該怎麼走 台灣未來我剛剛提到的 第一個就是其實我們現在兩岸關係 事實上是降到冰點 所以在很多的雙邊 包括貿易 我們以比較簡單 比較小額的來說好了 過去其實以南投縣 我們的茶葉生產非常的量非常大 而且它銷售大陸的業績也非常的好 可是現在我們跟大陸的關係 瞬間降到冰點以後 其實有很多的管道都被阻礙了 包括我們有很多的 以前可以直接寄過去 透過小山通的方式 他們沒有課稅 當然這個在之前已經開始 慢慢他們也注意到了 可是像這些課稅的問題 引起我們所有很多的農特產品 其實沒有辦法直接銷售 也造成很大的 對一些農業的產值 造成很大的影響 我想這個都是有直接的影響 那未來像英國 剛剛我提到的前聯準會的主席 其實他們更擔心的 不是只有英國脫歐歐的問題 甚至它如果骨牌效應發生以後 它未來其他的國家是不是有跟進 或者未來會產生的那些狀況 對我們整體的發展跟影響 才是我們今天的報告內容 應該要讓大家知道的 今天你們寫出來的 那個在很多報章媒體 或者很多的評論都已經出來了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討論 沒有太大的意義 我們要的是知道 整體台灣未來的整個發展 你不僅英國脫離以後 其實這個都會造成全球的動盪 不然不會大家這麼關注這樣的議題 包括日圓一直升 日圓升對我們沒有影響嗎 包括觀光 包括其他的投資 包括有很多 其實他們跟台灣的關係就很密切 那因為英國脫歐造成日圓的狂聲 他們甚至可能要政府都要干預 這些都有聯動的影響 可是我們在報告裡面完全沒有看到 我們只讓所有的國人 或者大家知道說對台灣的衝擊很小 未來怎麼因應 萬一它有可能發生再一次 像過去金融海嘯的現象發生的時候 大家應該怎麼樣事先的因應 沒有讓我們國人或者政府沒有一個妥善的說法 這是我們覺得今天的報告其實我是覺得說有點敷衍 因為大家都在這兩天討論已經夠多了 接下來我們先討論這個以後 希望我在這裡也請教一下 因為剛剛我們請教那個 因為經濟部剛好也在 是不是我來先回應一下剛剛委員在關心的 以這個脫歐來說的話 我們剛開始先 簡單好不好 因為時間的關係 先從這個英國個體 然後會擴起到歐元期 歐元期完了以後就是美中日 這幾個我們大概都有一個程序在做一個 可是你們報告沒有提出來 我們不曉得 對 因為時間關係 那個跟時間沒關係 你的報告應該要讓大家很明確的知道 因為我們看到的都是衝擊很小 沒有影響 感覺上啦 所以其實我們更擔憂的 其實我覺得好像大家擔憂的點 跟國際的視野是不一樣的 這個應該要有更深入的探討 然後那個未來可能還有時間 按照委員的指數我們來加起來 因為我們密切觀察 謝謝 未來可能還有時間來做這一份的討論 那我想要請教 最近台塑在越南的合進鋼場 他們現在發生的狀況 我們外交部跟經濟部 有沒有掌握狀況 這部分來說的話 我們都有隨時掌握 目前怎麼樣 目前來說的話 現在這一個台塑這邊 還跟他的環境部還在談判 不過就6月24 其實本來6月25號台塑就已經要剪裁 對不對 不過6月24號其實台塑已經接到 他們的指示跟命令 就是說越南政府在6月24號 就下達全面停工的指示 台塑近10年投資最大金額 3200億的 3200億非常高的金額 他們在越南這樣的投資 越南其實你說就環境的問題 就把整個廠全面停工 全面停工的意思是斷水斷電 全黑的狀況 他們目前包括鏈交廠發電廠也都全停了 所以如果沒有一個有效的辦法解決 其實他們這個廠區就完完了是不是 這個部分來說的話 我們職業代表處都隨時都有在掌握 然後也都有回報回來 我們隨時都有 市長如果只是這樣講 難怪人家不是找中華民國的辦事處 今天這個事情不是掌握狀況 他已經是全面停工了 他們已經啟動應變計畫 第一階段其實包括中鋼 因為我們也投資了這個整個 像他合進場 我們中鋼也投資對不對 中鋼中榮 其實他們的一些技師都已經先行撤離 第二階段大包外寫人力也減半撤離 第三階段月籍員工已經採檢放無薪假 多久不知道 第四階段包括台籍的員工也要放無薪假 人數尚未決定 不過建造的工程還沒有喊停 他們還是希望可以持續做溝通 當然因為投資這麼大的金額 他們也希望可以有效的協助解決 今天為什麼我特別提出來 我們台灣的一個台塑算是非常大的企業 而且投資這麼高的金額 在越南廠我們還有辦事處 今天政府的新南向政策 過去有很多中小企業也發生這樣的問題 一發生狀況的時候 找我們的辦事處沒有用 甚至有很多國家根本沒有辦事處 像柬埔寨 我們連辦事處都沒有 外交部還有很多的單位 信誓旦旦配合新政府 一直在說我們的新南向政策 沒有問題 而且前途看好 今天面對這樣的問題怎麼解決 我們都沒有一個說法 你只說掌握狀況 剛剛我提的狀況 你們有更好的掌握嗎 我們都確實有掌握 以及呢 像中綱回報回來透過國營會我們都有隨時掌握 而且我們也跟台售保持密切聯繫 要用什麼方式讓大家共創雙贏 這個都有掌握 市長不是掌握 而是政府可以協助什麼 這樣你才有新南向 你的新南向政策 才有可能讓大家信服 我問過很多的企業界還有台商 他們說其實這些他們早就佈局了 他們早就做了 缺的就是我們的政府 可不可以有效保障他們在那裡的投資 這是最大的問題 今天才做這個問題 如果你們沒有辦法解決 我們很質疑我們的新南向政策 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得好 你們應該提出具體的解決方案 協助解決方案 而不是掌握狀況 掌握狀況我剛剛念的 人家應變措施都出來了 他們也在找管道 所以我想後續還有機會 這個我先提出來 我們希望我們的外交還有各部會 我們在政府政策的一些 不是只有口號 你政府怎麼樣做 怎麼樣具體的做法 讓大家知道 我們不要只是 所有的都只有掌握 包括脫歐 包括現在面臨的很多企業碰到的困難 我們做得不夠 謝謝 謝謝委員 謝謝 謝謝 接下來下一位 呂玉琳委員 請諮詢 主席 我要請經濟部次長 跟國發會 金管會 副主委 副主委 市長 各位 英國脫歐了 雖然說我們跟英國沒有 直接的組織架構在一起 但是直接跟間接的都會影響 因為我們全世界跟英國這個關係都有存在 所以我们担心的就是未来 不管是我们的银行 我们的受写 我们的经济 或者是我们相关联的整个处于的经济 在国际上的地位上 我们都非常的关心 所以在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就是 英国这个情形 就像政治跟经济在角力 在对立一样 那台湾也是一样 台湾跟中国大陆 也是中国政治跟经济的一个层面的问题 所以我们希望 我们应该要站在这个角度上来看看 我们现在在中国大陆这个市场 内需这么需求的市场 全世界都要跟它来做生意 它有这么大的内需市场 我们台湾有这么好的地理位置 不管文化 不管我们的语言 都跟他们有相关联 所以我们对于中国大陆 这个市场上 我们的需求性也是非常大 可是我们现在看得到的就是 我们很多反中的 反中的这些问题 很多年轻人看到我们这些经济的层面 认为在我们实质上 物质上 经济上 没有给他们感觉到 有那个满足感 所以他们反对了 那未来呢 我们面对着这种台湾的市场上 在我们的GDP的反应上 我们有没有实质的这种评估 这个压力的测试 或者是我们整个风险的评估 有没有在这个地方 目前有没有在做 这部分来说的话呢 以这一个拖这件事情来说的话 现在呢 各国的这些单位都有在做 那我们国内的住库 国内的住库也有在评估 我们进管会 你说你有18套 你说你有18套 那你这个压力的测试 风险的评估 都已经有做好 都有具备了吗 是委员我们准备好了 那刚才我根据 那你有要求银行跟售险业 这方面有没有在做这个测试 对我们都会密切注意 密切注意 没有要求他们做吗 对我们会观察现有的一些资讯 刚才到10点半为止 整个脱后对亚洲股市的影响 是相当有限 在日本还是上涨 上海是由黑转转 您这样说我也不同意 你看我们现在 整个经济层面 像最大的几个 富邦国泰星光 在英国伦敦买了六座大楼 尤其是富邦有三座 这六座里面 总共的经费就有 651亿的台币 尤其是 那个放款的金额 高达800亿的台币 这样子的情形 他们的钱放到那边 到时候英镑会不会贬 欧元会不会下降 这些因素 你要去关心 所以我才会说 你要要求银行跟售险业 赶快做压力的测试 跟风险的评估 这是当前之物啊 你都没有去要求 只是观察数字 电脑看数字就好了吗 对 谢文君指教 我们对外汇价格变动准备金 已经提累了500多亿 来因应这样一个 英镑价格变动的风险 你就准备用国安基金进场 互盘就好了吗 外汇价格变动准备金 所以在你今天的整个业务报告里面 我们看到的没有因应的所有的策略计划在里面 反而是一直在谈 蔡英文总统的一些政策 南京的政策 一些经济的策略而已 根本没有针对英国脱欧的这件事情 来做一些反应的计划 都没有 针对英国受险不动产的投资 651亿 那基本上它是一个受险长期的一个性质 是收取长期的租约跟租金 那短期的波动影响并不大 像英国现在脱欧了 大概在这三年的时间 它的整个经济体质是最弱的时候 我们也应该要掌握 掌握这个情形 赶快地来跟它谈一下 FTA 对不对 这个时候跟它谈的话 整个条件态度上就比较好谈 你们有没有这样子计划 我们一直跟英国有密切的联系 那有没有谈讨 都是没有谈嘛 那现在有这机会 有没有赶快规划这个策略呢 我们也会掌握机会 那目前已经有五家银行在英国设有分行 有一家证券商在英国设有分行 就是银行业都有在那边 才叫你做压力测试 风险评估 那本期是想 你们根本都没有准备到 这个FTA的策略 去跟他们谈这个签约的问题 以前没有谈成嘛 对不对 有谈成吗 谢谢委员事长 现在没有谈成 现在最好谈的时候啊 金管会跟英国有签署 合作备忘录 只是备忘录 这个正式的签约才是最重要的 尤其是 现在 虽然说我们跟英国 没有直接组织的相关联 但是我们要往南进的这个策略上面的几个国家 这几个国家 像印度啦 东南亚 或者是新加坡 马来西亚 这些国家 跟英国都有一些 经济体系的整个相关联 那 从此也会影响到我们 所以我们就应该要 去好好的去关心 怎么做一些预防策略 才要你们做一些评估报告出来 那尤其是 我们所有的南向政策 我们现在的南向政策 跟这个英国相关联的这些国家 我们现在有没有时间规划 要怎么注意这些策略没有 有没有 是我们过去有所谓布局亚洲啦 那目前金融机构在亚洲 已经设了将近355个营业据点 那针对我们台资企业在当地所需要的融资需求 是 就是因为我们的南向政策 就是投资 就是砸钱 那现在整个经济体系就会有相关年的被影响 欧元下降 英镑也会下降 搞不好崩盘的情形 所以这种情形 我们的南向政策 这个砸钱的地方 投资的地方 我们有没有 也要做评估啊 是是我们会密切注意 不是密切 压力测试要去做 我本期在这边讲了多少次的压力测试 跟风险评估啊 你不是看数字 要求所有投资的银行 受险这方面通通要赶快做出去 做出来要给本息 好不好 是 可以做吗 你多久可以做出来 我们来跟这个金融机会来联系 所以我们希望 我们所有的南向政策 因过 经过这个脱欧这个事情发生 一定要有自己 好好的规划 的策略 这种计划 才可以往前面走 不然的话 你看 中国不是有一带一路吗 我们要不要跟中国继续做生意 这个内需的需求 我们这边也要希望 经济部 金管会 国发会 你们都要 好好的去考量 好不好 因为我们有这么好的经济地位 我们就要好好的去做 尤其是 我们的金管会 对于我们现在 投资到大陆方面的 有些3C产业 这个利润很高 不要因为说它是3C产业 是高科技 高科技你怕说 一些 情资 一些产业的 一些资料 一些技术 会被大陆拿过去 如果 他不跟我们购买 他跟欧美购买 一样有这个技术 只是慢了一点点而已 对不对 是 我们现在两个经济的互动 市长您知道不知道 这些 这部分来说的话 以目前来说 这些3C产业 在整个部级方面 我们产业界跟政府 都一起在努力 尤其呢 比如说在部级的话 我们现在过去 从代工 我们会走上品牌 然后跟他的通路商合作 然后呢 最后我们一直希望 能够有专实的延期 然后最后也希望 能够签署投资保障协定 大概有这三个方向 配套在做 所以 你认为说 这整个评估的市场上 还算是在你们掌控当中吗 对 我们都水属都有在掌控 所以我们最重要是 我们银行都有过去投资 所以这银行业 跟我们受险业 我们要去关心 这投资金额非常庞大 都是钱 都是产业在那边 到时候整个崩盘的话 措手不及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这个金管会 我们的经济部跟我们的国发会 针对这方面 我们内部就要冷静的去思考 讨论 合理的来评估 不要对完全 对中国来封锁封闭 而且我们要看看 有任何的措施 可以帮忙我们用开放的态度 让我们的市场能够 可以掌握的更好 不管是欧美也好 中国大陆也好 我们可以两方面并进 包括南境政策 我们都可以用并进一起来做 才可以让我们经济能够有所发展 我们经济发展了 国内的经济 国外的经济 经济发展了 才是有最多赚钱的机会 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掌握 我们希望我们在针对这个东南亚国家 南向政策这方面 也要注意到中国这个政策 能够掌握得好的话 我们的经济才会真正的进步 所以希望我们的经济部 一定要把这个政策 完整的规划好来 好不好 我们一起努力 谢谢 谢谢委员 谢谢 下一位请曾明中委员咨询 好 谢谢主席 麻烦请财政部次长 央行副总裁跟金管卫副主委 财政部次长 央行副总裁 金管卫副主委 请被选择 好 谢谢 首先请教一下副总裁 英镑第一天跌了8% 第二天跌了2.35% 后续你的看法怎么样 它是一个反应 一个情绪性的这样子的反应 所以大家预期 它在情绪反应过后 它应该会慢慢回复到 一个理性的一个行为 OK 但是外界预估英镑 可能会贬值20% 但是你是用情绪上的反应 OK 好 那我请教 央行现在外汇准备 4220亿美元里边 持有英镑多少 持有欧元多少 报告委员 因为我们其实没有 对外公布这样子的数据 但是我可以跟您报告 就是说 从全球金融危机以后 我们已经大量的减持 我们持有欧元的部分 我们也大量减持 我们持有英镑的部分 其实英镑和欧元 在我们的整个持有的比重里面 是相对的低很多 相对低是多少 因为今天是在立法院 你不对要公布 你至少有一定数字 多少 因为我也看了央行的报告 我也知道 冲击不大 情绪上的反应 但是 整个冲击是在金融面 是在古卫市 我不骗你哦 你现在万一 接着 华国 德国 荷兰 陆续离开 欧元会崩盘 那我们对我们的外汇存底 影响就很大了 那我也不问你那不多 到底英镑 现在多少 持有多少 我可不可以给您一个 大约 Below 2% Below 2% 好 Below 2% 就是英镑哦 那欧元呢 欧元大概是在 因为这个 这个的range会改变 对 大约就好 Rawfully 大概是在 Below Below 8 或Below 9 左右 对 所以两个加起来 就将近10% 你算一算哦 4,312亿美元 你看 8 8% 英镑跌了8% 一天就跌了多少 你说对金融面的不影响 只是情绪上的反应 其实 央行还是要更要注意 英镑的走势 跟欧元的走势 因为一天跌了8% 第二 欧盟 欧元跌了2.35 一天就损失多少 那另外 还要看后续的 万一 万一 华国 意大利 这些大的经济体 离开欧盟 欧元会崩解 这对我们国内的金融情势 影响非常大 美国安 你继续讲 那个报告委员 其实 我刚才做这样子的反应 是因为 它是一个短期 我们看到的现象 是我们当然只能从一个 短期的一个 一个现象去看 您刚才提到说 到底欧元 到底它那个 整个欧元区会不会崩解 那是另外一个长期的大问题 那我要跟您报告 另外一个指标 我们觉得是 从其他的指标去看的话 各位 那个 曾伟员非常清楚知道 什么叫金融性的恐慌指标 我这边有几个数据提供大家参考 在911的时候 那个金融性的恐慌指标 是大于反 我只是提醒央行 这个事情要去面对它 那 既然是第一天而已 那下午万一 股汇市 欧股 跟股汇市在开盘 你一定觉得 就会回复正常吗 您认为是短期性吗 因为外界预估是贬值20% 20%的2% 那是多少 那会 那 欧元加 英镑加起来将近10%左右 就造成很大的损失 没关系 好吧 那就先这样 那问一下 金管会 金管会的报告里面有提到 你总数的 固悬多少 总数就是对于英国是吧 对 将近1.1兆 1184亿 那可以请教 五家银行在 那一家那五家分行 你没算计 五家分行 付款多少 五家分行 对 目前它的这个 付款 营运资金只有21亿 存款67.5亿 放款760亿 债券投资50亿 税前存益是9.9亿 所以这部分它加进来 另外可以讨教 你认为现在股市稳了吗 跟委员报告 早上刚才11点 接到最新的一个通知 那在对亚国的影响 目前是不大 那台股市小跌 那日本市上涨 上海上涨 韩国香港 新加坡小跌 那我问你的问题 你没答好问题 你认为目前的股市稳下来了吗 目前还要继续观察 还不确定 要看下午的欧盘 跟美盘 美股的情况 价值又大欧震动 一天又大跌 所以我也不认为 你这么乐观 另外你讲说你有18套剧本 哪18套我没看过 哪来18套 我跟8套我没有 你在这里咨询 打询不能随便讲 我不相信 尽管会有18套剧本 我没看过 当局部主委 没看过18套 你哪来18套 报告所以 我们基本上 没有公开去讲18套剧本 那我们是讲在适当的时机 会推动适当的措施 那刚刚不是有对外面讲吗 有18套剧本 没有对外面讲 我们有18套剧本 另外麻烦请一下 这个苏次长 国安基金要不要进场 我们后期还持续观察 国安基金金盘 要哪些要件 第一个就是 最主要大概是 几个要件 就是第一个是 国内一些非经济因素的时候 就会有进场的这个时机 那像这一次的话 基本上也是一个很大的 一个断期的冲击 那几个要件 比如说面临重大的军事或政治威胁 或者是外国对华政策有重大改变 或是其他经委员会认定 您提的 您提的是国内外重大事件 基本上你要互盘 你要有四个要件 第一个是国内外重大事件 第二个是国际资金大幅移动 第三个要件是显著影响民众信心 第四个要件是资本市场 及其他金融有失序质疑 我问一下 现在国际资金有大幅移动吗 目前显示的情况没有 还在汇进来 你不要到时候下午开会就要复盘 没有 我们没有 另外讨教你 过去 过去 六次复盘 都几点 您小朋友的 大概四千多点 再讲一下 平均数 六次平均复盘 多少点 六次平均复盘 大概 操作区间 平均大概是在 我这边看了 大概是将近六千点 六千八百一十二点 今天 多少点 小的吗 八千四百多点 对 八千四 所以不管从 复盘的 过去复盘的情况 跟条件 都不符合 所以要谈复盘 其实言之过早 所以 另外就是 万一你这么高 复盘 到时候你亏损 你还编计算来弥补 看你是哪里 哪里拿钱 来弥补 所以 下午会开会吗 目前没有 我们后续再观察 你开开看 你开开看 一点要件都没有 现在 现在 外资还汇进来 你要晓得 这里面四个条件很清楚 您假设 因为你们是执政党 你们要互盘 而乐观其成 但是你要 依规定来 好谢谢 谢谢 谢谢委员 好 谢谢 下一位请孔文吉委员咨询 好 谢谢主席 可不可以请外交部的吴次长 吴次长 对请 吴次长 你好 这次蔡总统他这个到巴拉圭跟巴纳马访问 我们这个行程是叫什么 踏实之旅 是 踏实之旅吧 是 踏实外交 踏实外交 音详专案 音详专案 踏实外交 好 那报纸都在登说 我们蔡总统这次去这个可以说是高规格的 高规格的领域 而且特别是这个专机啊 经过这个华航的安排 飞业好像是说是历史上第一次 这个飞业这个古巴的这个领空 所以省了很多时间这样 是不是这样 是第一次飞业古巴 那专业上应该也是省了一些时间 以前那个总统没有飞业过古巴吗 我们从以前 根据我们 据我所知 这是华航的 那以前没有飞业过古巴 以前的总统像李登辉啦 陈水远啦 那没有 马英九啊 都没有飞业过上空啦 古巴 那大家也有在分析啦 可能说古巴是 因为跟美国的关系不错 所以才有 才给我们这样的方便 是不是这样 其实在国际规则上 就是说互相飞跃领空 就是说这是国际管理 那我们这个就授权给华航 去跟古巴做谈判 所以这方面 我们就没有做太多的一个介入 那这个 这个是美国跟古巴之间 我们有请美国来协助吗 就外交部而言就是 这是一个 我们没有请美国来协助 这就是华航 因为他必须要飞越 所以我们就请 飞越古巴领空 所以我们就请华航去做谈判 那这个在 说这次高规格的接待 像那个巴拿马那边 这个次长 次长来接这个蔡总统 到机场来接机啊 那您觉得这是高规格吗 我觉得蔡总统 事实上可以去 最重要是在典礼那个地方 他可以跟许多外国元首互动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部分 因为在那边 事上是可以谈事情的 目前刚才委员提到 就是说蔡总统 现在提到的是踏实外交 踏实外交事实上是需要 很多就是说实质的一个对话 谈话我觉得是比较重要 所以这方面我觉得应该是 属于高规格的 我们那个美国在台协会的 理事主席叫什么名字 谱什么 谱瑞光 谱瑞光 那谱瑞光有没有到机场接机啊 谱瑞光没有 因为AIT有说明 谱瑞光因为个人的因素 所以他没有到机场来接机 然后他请带主席来 他确实主动发表声明 就是他个人真的是有事 我跟你讲 因为我上一次 我在今年三月份 我有陪马总统 这个参加那个久安专案 谱瑞光都是到机场接机 是是是 他都到机场接机 他都到机场接机 这个会不会有做不同的代意呢 这个谱瑞光他不但是到机场接机 还陪了马总统到洛杉矶 跟我们桥姐一起来欢迎来接待 所以这个如果谱瑞光没有到机场接机 我觉得蔡总统这次可能还不算是什么高规格 再加上我们在那个这次蔡总统也见了 这个联邦国会议员外交委员会的主席嘛 这个卢比尔 那卢比尔我们上次去也见了 上次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大概 大概美国的联邦国会议员大概有五六个 五六个在那个什么 Houston 就是我们要准备去瓜地马拉跟那个贝里斯嘛 那马总统到贝里斯是 贝里斯的那个总督啊 大英国协嘛 贝里斯是大英国协 那个总督是相当于贝里斯的国父啊 也是到机场接机啊 所以我不认为啦 就是说可能是会不会蔡总统这次出访会太低调 还是说高规格 我是不认为如此 报告委员您的质疑是确实有他的道理啊 就是我们媒体都在讲说这个踏实之旅 那我觉得我认为啦 蔡总统第一次出访嘛 蔡总统第一次出访 应该像美国像我们这些友邦 这个所以应该是还要更高规格的接待 反而我不认为他是有受到高规格接待啦 报告委员您的质疑 您的质疑绝对是有道理的 那我刚才提到就是说 踏实会教里面著重的 著重的是十字的一个见面跟会谈内容 美国总统欧巴马到古巴去的时候 其实也不是总统去接 就是外交部长去接 事实上像美国这么大国 他到古巴 事实上最重要 我们后来看到是一个 他的跟美国跟古巴的和解 所以他在美国也受到很大的质疑 跟您的质疑是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您的质疑是有道理的 不过我还是认为 就是蔡总统现在的那个 踏实外交跟低调 基本上是他的外交原则 谢谢 那现在英国已经公投了嘛 那公投的结果就是脱欧 脱欧嘛 那我们现在为了要谈 这个今天是谈长中短期的 对台湾经贸的这个整个外交的 整个两岸关系的影响 我想请问一下 我们现在朱英代表谁 朱英国的代表 还没有去 应该是林部 之前的代表是叫刘志工 是 是 那刘志工为什么 这么重要的这个场合公投啊 他为什么不在 他已经辞职了吗 还是 他已经辞职了 520之前就辞职了 是 那为什么会辞职呢 因为他是特任官员 所以因为那个政党轮替 基本上他就辞职了 我不认为现在 我们现在在立法院 谈这个脱欧公投 没有 朱英代表没有 现在没有人 要赶快补嘛 那我们现在是要派谁去啊 朱英代表 还没有公布 还没有公布 不是林永乐吗 我们前任的外交部长 总统府还没有公布 那那个 我想啊 这个 我们台湾对这一次 英国的这个脱欧公投啊 脱欧罗 我们台湾的立场是怎么样 是高兴还是悲观 中华民国对这一次 英国脱欧公投的 感觉是什么 报告委员 我们是密切关注 然后要维护中华民国最大的国家利益 这个 基本上 因为这是个非常复杂的议题 刚才我已经 我提到就是说 脱欧是一个黑白观念 那 英国跟欧盟的关系 除了欧盟之外 还有一个叫做欧洲自由贸易区 EFTA 还有一个EA 叫做欧洲经济区 所以是个成叠的架构 那基本上 英国在跟欧盟在协商离婚的同时 他也在协商怎么样再结婚 所以脱欧并不是完全脱离欧洲 这个概念太黑白了 事实上是一个关系的重新检讨 那当然以我们国家 因为我们中华民国立场 是捍卫我国最大的经济利益 是应该是最重要的一个目标 那外交部都朝这方向再走 但是本席是认为 脱欧的话对亚洲国家 对中国大陆 对这个不是欧盟的 这些国家 应该来讲是 应该是比较好事一桩 那对台湾 应该也会有利 因为我们现在在谈 7亿经济整合 要怎么样保护台湾的利益 经贸利益 这个是很重要的 非常重要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 是不是应该要加强 跟英国 跟我们签订那个什么FTA 或什么这个 是是 报告委员 这个要跟英国签订FTA 这是有在走的路 那我们跟英国本身 也已经有其他 比如说避免双重 那个课税协定 ETA有签了 交易文化协定也有签 然后移交受刑人 所以我们跟英国本身的关系 也算是还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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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蛮重要的 所以我们应该会继续维持 这些关系 所以我现在是建训 建训这个 蔡英文总统 赶快 赶快派一个 朱英代表过去吧 是 会 我觉得林永乐也是蛮 适合的人选 是 好 谢谢 谢谢委员 好 谢谢 下一位请徐永明委员咨询 主席好 有请次长 吴次长跟副司长 北美斯副司长 副司长 副司长 是不是 对 好 姚副司长 委员好 市长副司长好 我想问一个事情 是 在 我们蔡总统去 这个出访的时间 美国在台协会 的主席博瑞光 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 他有提到 没有九二共识这件事情 而且他特别讲说 他跟孤汪两个人 都谈过这个事情 我觉得比较重要 不只是美国人公开 这个美国非常重要的 这个代表公开讲 没有九二共识 而且他挑一个时机 是在蔡总统出访的时候 外交部怎么解读这个事情 那外交部怎么看待 当我们这个 重要国际盟邦 出来讲说没有九二共识 那这个对 两岸关系会有什么影响 外交部的立场 其实就跟蔡总统 过去所说的一样 就是有九二的历史事件 那基本上 让我们跟中国维持 线状维持的 所以我们可以说 柏锐光这个说法是 帮蔡总统的说法背书吗 我想我们尊重 美国柏锐光主席他所说的 这样的一个说明 那他还讲说 其实九二共识 搞不好是马英九跟苏奇发明的 我们也尊重 柏锐光主席他的一个说法 市长我当然知道 这个是一个外交上的一个 处理 可是他这个说法 其实对台湾 过去八年的 两岸政策 是一个很大的 我们粗俗一点讲 叫打脸 甚至在未来 九二共识这个词 我们之前讲 在台湾已经很少人提了 甚至在国际间 也很难再拿来吹嘘 我只是觉得很好奇 为什么挑这个时间点 而且他接受访问的单位 是美国之音 他不是台湾的媒体去访问他 就你的外交的这个判断 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放出这样的消息来 我觉得 他其实除了讲这个之外 当然后面也提到说 美国希望 两岸问题可以由 台湾跟中国 彼此解决美国并不介入 他的公开说法是他们不介入 对 他们不介入 可是在这个时候去谈九二共识 这没有介入吗 这对两岸关系没有影响吗 我是觉得外交部应该审慎解读这个事情 来 接下来下一个 最近蔡总统在这个 签名簿上面 留言簿上簽名 簽了这个 President of Taiwan 括号ROC 在台湾内部引发不同的看法 副市长 这样的签名 有人认为说不适当 那外交部的看法如何 这是 这个是 报委员 这个签名是上次在 巴拿马访问的时候签的喔 嗯 其实那个时候他已经 离开美国的部分 我知道 我讲是在巴拿马 我知道他在巴拿马签 我不是在问 所以这个不算北美斯的事 那我们应该是哪一个 拉美斯 也不是说签名不签名 其实跟拉美斯或北美斯 应该都不是有直接的 我替他们回答一下 不是 不是 我在问了两位 专业外交官 就是说 台湾内部有人 这个 觉得这不符合礼仪啊 这个好市长 我们的好前市长 刚刚也发了一个新闻说 他不能接受 我想请问两位 副司长 从专业外交官的角度来看 这样符不符合礼仪 President of Taiwan 我跟委员报告一下 就说 蔡英文总统是以中华民国的总统 出去访问的 其实一个国家的名称 我一直认为 可以有许多 我常举的例子就是荷兰 荷兰 荷兰其他国家的正式国名是Nazerland 那我们也有时候会称它为荷兰 所以 其实总统出访 他总统本来就是 要尝试要代表 来自台湾各种不同的声音 所以有不同的声音 就是说不同的声音 有对我们的国民 市长是这样 之前WHA 我们的部长 衛福部的部长 没有讲台湾 回台湾是被骂翻了 大家觉得说 他应该更勇敢一点讲 台湾 那我们现在总统 到巴拿马 簽了一个President of Taiwan 在台湾内部也要被批评 从外交部的角度 我们两个专业的外交官 我们有证次在这里 到底外交部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我当然知道你们很难批评你们长官 或是讲说这是非常好 可是我一直说 外交部应该出来谈 根据我们这个外交处境 总统出去 台湾内部其实越多人觉得应该用台湾 所以President of Taiwan 其实在台湾内部 是受到非常多的支持 所以我会觉得说 这个事情 台湾内部的攻击是没必要的 在台湾内部 外交应该是跨党派的 实际上应该一致 来支持我们这些 这个三位外交第一线的工作人员 的支持 我想请问一下副市长 北美市的副市长 这一次 我想这应该是在北美 美国有几位国会议员 飞来这个迈阿密 来跟蔡总统会面 15位 15位 那他们来他们都 外交部有提供协助吗 外交部也希望 越多的国会议员来 对于台湾的外交 是更多的帮助 对不对 报委员 这15位国会议员 是美国国会的交通委员会 众院交通委员会 组成的庆贺团 因为它是交通委员会 它跟巴拿马运河 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所以他们组了一个庆贺团 到巴拿马 但是他们也了解到 我们的蔡总统 要访问巴拿马之后 他们也非常的高兴 能有这个机会 在巴拿马跟蔡总统会晤 所以当然我们北美司 以及驻美代表处 都有居间的联系来安排 让这15位国会议员 在巴拿马的时候 有特定的时间 那他们会谈的内容是什么 有没有什么重要的一些结论 就你可以允许的范围之内 能不能跟各位报告一下 报委员 这会谈的内容 并没有特别针对特定的议题 只是广泛的针对台美关系的一些双边的议题 来做交换的意见 包括蔡总统一直强调的 如果是交通委员会的 我们看到新闻有谈到 是不是应该多开 非迈阿密的航线 有没有更进一步具体的一些内容的讨论 报委员 没有太进一步深入的讨论 因为那个场合的时间 事实上也只有30分钟 OK 我们想请问另外一位副司长 就是拉美这一块 我想这次去应该会蛮成功的 我想对台湾在巴拿马这个外交推展 可是下一页 这个外交灯号的问题 就是说整体而言 蔡总统上台以来 我们在这些友邦 对不起一分钟就好 因为2016年3月18号 我们有一个新闻 这个中国人民大学副院长金燦隆透露 他去年3月跟巴拿马总统会谈4分钟 他说他们紧盯台湾选举 蔡英文上台马上跟中国建交 然后呢 这个雅二周刊一讲 对岸最可能下手两个国家 一个是巴拉圭 一个是尼加拉瓜 那我们的亚非斯这边也说 非洲友邦需要注意 整体而言 我们的外交情势 这友邦的邦与稳定的情况如何 尤其在拉美这一块 跟委员报告 目前12个邦交国在拉丁美洲地区的都十分稳固 没有所谓 红灯或黄灯的问题 目前都还没有这个问题 那最后一个问题 请问非洲是有来吗 那非洲的我们的邦交国的情况如何 报告委员 我们非洲的邦交国也是 这个也是属于稳定的状况 只是上次报告是因为它要选举 所以说我们会特别关注 那是不是 次长 我们是不是有信心 在未来短期内 我们的 不会有所谓雪崩式 山崩地裂式的什么 这些外交上的讯号或危机 应该是不会 我们都有密切在观察 邦交国目前的动态 每天我们都有开会 所以应该是不会 好 谢谢 好 谢谢委员 好 下一位 我们请林德福委员 林德福委员 林德福委员不在 请蔡逸宇委员咨询 我们先请外交部部长 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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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好 参长老朵好 参长我想要 请问一下 因为我们总统 现在人正在巴拉玛 那他们在见证这个巴拉玛 运河的 的这个完工 那我们 依次长分析 我们蔡总统 这一趟到巴拉玛 那有 美国有15位议员 参议员的 跟蔡总统有接洽 那有会面 这恰怪怪的 有会面 那也甚至在说 在这样一个场合 有 看巴拉玛有邀请了超过 60国的元首 或者是国家的代表 那 赤长这样分析 这一趟巴拉玛的 音详 专案 那以赤长 专案 专案 只是前几天而已 前几 前面几天而已 那赤长 這樣看起来 这一趟 这一趟 拼外交的 这样一个工作 有成功吗 报告委员 我基本上认为 成果当然 蛮丰硕的 到目前为止 那 因为 外交 有很重要一部分 当然 就是跟 友邦 做接触 然后再来是怎么样 进行会谈 那 有些是没有公开 那基本上 蔡总统这一次 是有达到跟 友邦 援手 或是其他 就算是非邦交国的 重要政要见面 谈事情这样一个目的 所以我觉得成果 算蛮丰硕的 因为在 蔡总统 这个巴拉玛行之前 我是有看到一些 语言 也许是建议 可是也许是唱衰 据说 蔡总统这趟去巴拉玛 有可能 见不到几个国家 但是如果 依我这样看起来 有 美国是这样高 高规格的 面对我们 我们小英 这样的一个关系 那以及巴拉玛 这一次邀请的国家 这么的多 那我相信说 中国在后面 不可能没有压力 但是 在这一次中 很明显的 是有突破压力 所以我认为说 这样的话 有它的 国际的一个 因素存在 因为现在就变成 美国跟中国的 角力关系 那我相信说 在这样的关系 就是台湾要突破 外交困境 最好的机会 因为台湾已经 在马政府的时代 这个 外交修兵 还是外交修课 已经太久了 这八年的时间 所以 市长在这样的话 美国跟中国的一个 角力中 台湾是不是 台湾应该是 外交赶快突破 基本上 对台湾而言 跟美国 日本跟中国 维持联合关系 这符合我国的一个 外交利益 那当然 美国跟中国 是有角力 没有错 可是美国跟中国的冲突 都不符合 我们台湾的任何国家利益 那在这一次去巴拿马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最重要 我刚才提到 就是说 其实是 跟许多邦交的元首 见面 然后促进 我们跟这些国家的一个 各项的合作关系 我觉得这是目前 在21世纪的外交思维里面最重要 也是外交部 所最关注的事情 就是更多的合作 跟友邦 跟大国 都是同样的一个情形 谢谢 所以 在这里还是给 我们外交部的同仁 大家很辛苦 那我还是 本期给大家 鼓励 我们也不希望说 在这一态 这个影响专案 在拼外交的过程中 那 反对党 在野党的人 把一些 一些鸡毛算品的事情放大 或者来 在这个时候 攻击我们国家的元首 这个会让国际 笑话 所以我们在这部分 我当然也是在这边 提出一个呼吁 那当然 这个案跟次长 比较没关系 谢谢委员 谢谢你 谢谢你的鼓勵 在外交部的鼓勵 我们再请经济部 谢谢委员 好 谢谢 请经济部次长 委员好 市长你好 你好 市长因为我们今天在讨论 这个英国脱欧的这个公投 那这个公道内 市长你判断对台湾的影响是怎样 大概 我们初步现在掌握 短期来说的话 可能就是在股秽数方面的心理作用 会有一点影响 那中长期来说的话 我们还要再密切观察 那依现在因为确实发生的来 未来会怎样我们无法判断 那目前发生的就是英镑 以及欧元的贬值 是已经发生了 那日元升值 那我现在想要问这部长的就是说 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时空环境下 日元升值 那 那英镑贬值 欧元也贬值的情况之下 那我们台湾的经济 在这个情况之下 会变怎样 大概我跟委员报告一下 从这一个所谓的英镑贬值 甚至于欧元贬值的话 那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呢 我们产业界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呢 去针对我们过去呢 产业的技术切口这一块 我们可以去做布局 所谓布局就是相对贬值以后 起的成本比较低 那起的成本比较低了以后 我们买回来 我们相对贬值是指我们跟日本 我一个一个来 我先谈这个再谈日元 好 那这个部分起得了以后呢 相对我们就回来 补我们的缺口 然后呢甚至于可以在其他国家布局 那这个部分相对是国内来说 对产业界是有利 是 那第二个呢 谈到日元生殖的这一块来说的话 你可以看到呢 过去我们机械业 对于这个日元台币生殖的时候 相对呢 被日本的日系的厂商 机械业呢 抢走了市场 那最近我也跟我们这些 中部的机械业谈到 如果日币再生殖的话呢 相对这段时间 我们也把过去这些市场上淪陷的 隐隐约我们有抢了一些回来 借机会可以抢回来 对 那 对我就是认为 赤长这样的分析 那所以本期也是说 因为日元 因为已经贬值一段期间了 所以因为日元的贬值 造成我们台湾过去出口日本的 变得相对的不利 尤其在于农产品也是受到 很大的一个创伤 受伤 所以我们希望赤长说 如果日元的升值 会变成说 短期内的一个趋势的话 那 赤长应该 我们的农产品在日本的一个布局 也应该要来加速 是 那 我们会请我们台日办公室 跟农委会大家一起来合作 对 因为 我们知道说 因为过去销售日本 可是日本 量少了后 现在变得过度依赖中国 现在农产品过度依赖中国 如果在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加快速度 布局日本的一个市场 可以避免台湾 所有的东西都丢在一个篮子上 所以我们请市长可以这部分 立即来 立即赶快做出一个应应政策 这我们会来处理 谢谢 好 谢谢市长 好 谢谢 好 接下来我们请 言宽恒 言宽恒 言宽恒不在 曾孕彭委员 曾孕彭 曾孕彭不在 廖国栋委员 廖国栋 廖国栋不在 苏巧慧委员 苏巧慧 苏巧慧不在 宗家宾委员 宗家宾 宗家宾不在 黄兆船委员 黄兆舜 黄兆舜 吴志阳 徐正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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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蔣乃欣 陳明文 不在 周承秀霞 不在 张立善 不在 何欣淳委員 何欣淳 何欣淳不在 陳柔珀委員 陳柔珀 陳柔珀不在 王惠美委員 王惠美 王惠美 王惠美不在 我们最后请这个 陈体肺委员 我们八分钟好不好 谢谢主席 不好意思 刚刚刚好插了一个电梯 等了一下电梯 玩了几秒钟 不好意思 是不是麻烦我们的经济部 经济部次长 委员好 次长 在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说法 就是说对于英国脱欧的这样的一个公投 基本上对于我们台湾经济的影响 其实有两派说法 有一派说法是说台湾经济会是雪上加霜 另外一派的说法是说因为我国与英国的贸易规模小 基本上直接的冲击不大 所以是两派的说法 那到底哪一派的说法是对的 大概我也跟委员报告 如果说单纯从这个英国这个国家来说的话 过去我们跟他的这些贸易额的这些占比大概都1.2% 所以整个单一个事件来说应该冲击不大 那大家另外一派呢 他比较关心的就是说从英国脱欧 然后会影响到欧元期 然后影响到美国 中国 日本 那这样整体来看的话 可能我们就是 他们可能会从这样整个总体面来看的话 那可能因为他们比较出的比较会有影响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如果以总体面来看的学者 基本上会认为说确实对台湾的经济会有一点点影响 那如果是以个体面 也就是说单纯台湾跟英国这样的国家 基本上它的影响不大 可是这是学者的判断 那刚刚次长也说 一个是总体性比较扩大去解释 一个是比较单一个体性的 好 但是民众不会管 你是总体性还是单一性 到底整个评估完之后 我们所有的讯息 今天早上所有的委员 都已经跟我们相关单位 也都了解过说你们的资讯 到底是从爆章媒体 把它加加减减减减减贴贴来的 还是真正我们有实质去了解 到底整体性的影响多大 到底我们有没有做过这样的评估 好 那我跟委员报告 那个礼拜五当天我们下午 我们就启动这个机制 应变机制 然后部长是到院里面 去跟院长开会 我就把经济部首属的各级处找来 针对所谓的这个事件 对于整个经贸的影响 对于产业的影响 对投资的影响 我们各级处都有做过了一个 这是我们自己在台湾国内啊 好 你听我说 那对于在英国 我们也把这些业者 有在英国布局的厂商 我们逐一的都去跟他打电话 甚至于我们代表处的所有 住外经济组的都有回报回来 我们整个今天资料 是整个综合性来做一个判断 所以我们的讯息 不是透过媒体的简简贴贴 而是实质我们有跟厂商了解 有跟住英国我们的经济同仁 来做了解 不只英国 我们全球 所有住外单位的joker里面 我们是24小时在叫的 所以我们全部有掌控 是 所以我们认为到目前为止 因为英国脱欧的部分 还有另外一个阶段 现在只有公投 只是公投嘛 可是公投其实它的意涵 已经很大了 表示现在英国 有自己的思考逻辑跟想法 但是要到另外一个阶段 可能还有一个 还要再观察 对 还有一段的时间 可是我们必须要 很清楚的去因应 包括我们现在台湾跟英国的 整个会市的一个相关数据 英国是我们台湾第16大的贸易伙伴 而且台湾对英国出口 仅占我们台湾出口的约1.3% 但是这1.3% 也是我们现在所谈的 可能影响不大的理由 可是是不是真的如此 我觉得我们要持续观察 不能用数字 然后自我安慰说 哇 这个影响不大 这个必须要很密切的关注 还有我们看到说 英国是我国银行第六大的曝险国 然后台北汇市的英镑 对美元的交易仅占 所有外汇交易比重的3.4% 这个都是仅占 可是用这样的仅占 我们都很担心 我们会过度乐观 这个都是由我们相关 单位的资料所过来的 可是为什么我会特地把它提到 就是说光这些资料 就是因为我们经济部给的资料 相关的单位给的资料 我们都怕过度乐观 包括各家银行的外汇存款中 英镑比重 都用仅约0.0% 都用仅表示说不大 可是我们很害怕 我们过度乐观 那当然我们从雅股 在6月24号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所谓的我们股市的 这个跌幅的状况 当然台湾跌幅是最小的 跌幅是最小 可是目前为止 我们希望我们经济部 跟相关单位 一定要密切了解 它的后续发展 这个是非常重要 所以麻烦我们次长 我们随时都有在掌握 好谢谢 我们请外交部次长 吴次长请备 委员好 市长好 市长 你认为这一次 我们小英总统的 巴拿马之行 到目前为止 你认为应该可以打几分 到目前为止 到目前为止 包括把台湾的能见度 往外拓展 包括在这一段时间 我们所安排的 所有外交的行程 到目前为止 报告委员 我过去是教授 常常打分数 可是那是我的学生 这次是总统 我还是避免 用量化的一个方式 给总统打分数 但是我只能跟委员报告 成果我个人认为 非常非常丰硕 成果非常丰硕 是是是 我让大家看一下 台湾总统的第一次 然后专机飞越古巴领空 我想当这一则新闻出来的时候 其实我们有很多 不同的一个感触 也就是说原来我们也可以 原来我们也可以 而且不止如此 我想在这一段时间 我们看到我们的音详专案的 十二大外交的突破 我把它看成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因为从过去到现在 我们都期待我们的外交要有突破 不论是谁执政都是如此 我们绝对不会因为说 到底建的人是次长 我们就说他是死路外交 绝对不会 我们是看整个外交发展 跟我们所安排会面的所有的层级 并不会是说谁接了 他就是死路外交或是活路外交 而是我们见了多少人 而且在整个新闻媒体曝光 所带给的世界各国的讯息 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相信在这一次 光出席巴拿马运河的一个竣工仪式 与美国副总统夫人互动频繁 这个媒体也一直在报道 所以这就是一个突破 再来在我们很多官网 很多官网的照片 他直称是蔡英文是台湾总统 这过去我们是看不到的 但是直称台湾总统 包括不论是见了参议员 或是与迈亚密的官员 我们所看到所po出来的照片 其实都是直称台湾总统蔡英文 所以我们觉得说在这几项 包括说过境迈亚密 美方警车全程开到 机场推特贴欢迎台湾总统蔡英文 甚至我们看到美国议员 与AIT的代主席唐若文亲自接机 还有参访迈亚密港 我们看到在我们的电子 扛棒的部分 他是秀出台湾 甚至在桥界与台商道饭店厂外 挥舞着是台湾国旗 在我们迈亚密前锋报里面的大幅报导 也报导我们的台湾总统蔡英文 甚至我们在桥宴挂起的是 我们台湾跟美国两国的国旗 我们也看到了 我们也见了台湾的旅美投手 陈伟英 所以在短短的这几天 为什么我说 就是到今天目前 为什么要让外交部次长 来打个分数 不是把它量化 而是真的在短短的这一段时间 我们看到了外交的封锁 起码台湾 台湾这个字 这个国家 我们在这一段时间 我们在世界的媒体当中 我们出现的能见度增高了 这就是我们台湾第一女总统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外交的一个扛棒 是 谢谢委员 我觉得你讲得非常正确 这些就是它的能见度 是总统的职务本来就要做 让我们的台湾的各项能见度都变高了 那飞越古巴刚才提到的 其实也证明怎么样 我们整个21世纪 事实上是走向更多的合作 那我觉得这个当然基本上 对于我们国家利益 还有对我们国家 还有蔡总统带给我们的一个能见度 我觉得都是对的 谢谢委员 我们很期待啦 在下一次 我们希望有看到更多 我们台湾的能见度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行交 还有很好的外交的一个 关系的一个交流 让大家看到台湾 让台湾走出全世界 才是外交的胜利 谢谢 谢谢委员 谢谢 好 我们本次会议 有邱毅营委员 李孙林委员等 提出书面咨询 那我们口头咨询 到目前都发言完毕 书面咨询的部分 我们列入记录并刊登公报 也请相关单位在两周内 以书面来答复 那委员口头咨询 来不及答复 或者有要求补充资料的部分 也请我们相关单位 在两周内 以书面来提供 我们今天会议到此上会 请不吝点赞测评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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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